跟今天的題目有一點關係 可是重疊裡面特別多 我今天會講比較多跟基隆是這些有關的 我們開一點指標 我先問一下 各位家裡背景跟礦業有關的人 有沒有人特別注意一下 所以說你父親啊 或是你的上一代的 家裡有沒有人有做過礦工 跟礦業有關的人 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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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整個 基隆應該算是台灣礦業發展的起源地 這個課程之前你們沒有參加過其他文史達蘭的 相關課程 前幾天不是那個 對 你們不是有去走谷嗎 那個 那個 科民黨的臉嗎 對 其實你們大概有談到那個 你們有講到諸聖教堂那些嗎 沒有 OK 所以最早最早是誰進來 台灣北部 誰比較早 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 然後再被河南人趕走 OK 其實在西班牙人進來 基隆的時候 基隆已經開始使用免化 可是 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一個很清楚的文字記載說 他們怎麼開展免化這些 可是有個間接的 描述就是 到了1642年的時候 河南不是進來把西班牙人趕走的時候 他們有把 西班牙人留下來的 那些資源 包括 原來蓋的城堡那些事 我們有給他拆一拆 把他搬走對不對 讓他來排門大園 另外 另外他的 煤礦 對 煤礦 他們有時候 他還是把 整個打包帶走就對了 就是說 他把 西班牙人打敗之後 忽然盡可能把可用的物資 通通都帶走 所以從那個 文書裡面 可以看得到 其實那時候已經 在 基隆這邊已經有16煤礦 等一下會講為什麼 那麼早就有16煤 好 那我們今天的題目 主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基隆地區 的 之前 曾經有的 這些礦業活動 也許是 用軌道來運輸 這些 鎂礦 跟蓋礦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 這跟步道有什麼關係 因為其實我們後來發現 有非常多的 步道 甚至是公路 比較平緩的 比較蜿蜿的 其實有很多都是原來的 台車的路線 包括今天 各位來 每個禮拜來上基隆 步道學的時候 其實你們都走過 台車路線 你知道嗎 你們進來那條 你如果不是走六合路 你走越美路 你進來 越美路 這邊第一條原稱就是 台車路線 然後 田遙河從 那個東 東岸馬頭 東岸停車場 開什麼 那不是有郵局嗎 東岸 把那個 停車場 跟郵局中間 那個 角落 就是原來 台車的路線起點 就是基隆 清鐵 朱石會社的 基隆站 然後 田遙河這邊有站 一直延伸到 山遙河一直到 洞這樣子 這個等一下 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概的位置 可能會是在哪裡 當細節 可能沒有辦法 一口氣掌 因為我們要 先大概點名一下 基隆大概有哪些地方 曾經有台車路線 大概會很驚訝 好像到處都是 甚至我們還沒有公路之前 這些台車路線 就先出現 老師 這條是到很厚的嗎 不是到久的 不是 等一下我解釋 很久的那是另外一條 其實是這樣 這樣我們就直接展現一下 這條 第一條的台車路線 是 沿蔭媛跟莫森球案 投資的 大概1912左右 1912左右 1913是同車 它的路線是從 剛才講的 東岸碼頭 跟郵局 就是現在郵局前面 一個路線 一直沿著田良河 可是那時候 田良河跟現在田良河 可能 形狀長得不太一樣 也經過很多次的整治 所以 它的台車路線 其實也是 被改了好幾次 好 然後到了我們 那個 田良河這邊的時候 有沒有 再往後面走 不是有那個 我們來越過越聰明嗎 所以 現在那個山洞還在 其實不在路邊 等一下 如果有時間 我們可以稍微講一下 他還在哪 過的時候到深奧坑 沿著深奧坑一直走到 各位知不知道 要進瑞芳之前 有一個地方叫 湘思嶺 是嗎 不知道 就記得我們從那邊 那邊就關到瑞芳 那以前那個地方就是叫 龍潭谷 就是 挖蟲洞 後來現在一直才叫 變成瑞芳 然後經過乾皮里 就是以前的許空 還是對我來說 來許空 就乾皮里這邊 然後沿著基隆河 然後到河洞 可是 那個 台車路線 是現在公路這邊 不是鐵路那邊 跟鐵路是不同邊的 一直到河洞 河洞的現在的 火車站的對岸 就是 那邊有個附行坑 所以以前 那條路線叫三抓子線 就是 冤枉是在現在附行坑的附近 這個大概是1913年 完成的路線 這個是比較早 所以它是真的碰到河洞 那時候的 沿岸線鐵路還沒有通 所以 從這邊要去河洞 唯一方 就是坐台車路線 不然就走路 不然就是 沿著街道的 滑船上去 今往可以滑滿遠的 只是到越上游 它只能用很小的 豬發 小三把 甚至不太能夠 載破 所以過了河洞之後 它不是越來越多的 浮穴 地勤跟浮沫 所以到後面 大概都只能用土布的 比如說到 3600到大王之間 那一大堆滷雀地勤 基本上 不太可能可以再破 大概只能用走的 好 好 那我們今天會談一下 一條河洞 跟 一條鐵路 然後接下來 其他的鐵路跟線路 大概在哪邊 好 好 我現在幾個主要的工作 我現在在 其他地方 多元去服務 所以做不比較多的工作 還是跟 礦岩文化相關的 研究調查 這個是比較多的 各位其實如果不太想操的話 我到時候可以把檔案給你 這檔案有點大就是 再請助教看 怎麼樣方式寄給大家 那後面能看得見嗎 都看不見我想辦法 某一些 等下有些圖書 自拍的小時候要跟我講 就要想辦法 看怎麼樣 可以放大 那我也在 CVT幫他做很多 國際交流 現在主要是跟 這個比較特別 我們在這邊有兩個 簡捏館 一個是 九州的 九州的 田川市餐博物館 另外一個是 北海道的 川路博物館 我們分為在 2016跟 2023就是今年 我們欠的姐妹寶 所以我們有很多 互訪的行程 另外一個我剛剛有提到的 有一些 銀行計畫像 Hong Air 文化陸進博物館 之類的 大家現在都是 有參與的一些 計畫 這張圖是什麼 應該看得懂 這張圖 這是台灣 上面偏一點 對 就梅畫 各位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只有 苗栗一筆 有 我只畫苗栗一筆 對不對 苗栗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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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每一塊 一個是 集集大山附近 另外一個是 阿里山 阿里山也有 每一塊 在平遮那附近 就是這樣崩掉 那個42號 隧道附近 那個以前也開採過 可是後來 後來發現 那個命費太貴了 就是他有試採完 然後 研究調查 都沒問題 可是他的命費太貴 因為 阿里山的生意田路 本身的成本也很高 然後他 那載的東西 他在快幕的 價錢 價錢 應該還付得起 那個運費 再沒辦法 跟我們基隆 這樣直接 競爭 不太可能 所以阿里山就沒有開城 那各位可以看到 最密集的 還是在 基隆這邊 基隆北部 現在有黑色點點 其實這是 這是比較後來的東西 就是 真正運程量比較大 而且也有 海產的部分 意思是說 那個 那一層比較厚 厚 本地的比較厚 第二個是 不會太深入地底下 因為梅況其實是成績岩 成績岩其實 它 它會有一定的分布 那台灣因為 照理講 它本來應該 你不會在 一層一層底下 對不對 它也不見了會露在地表上 可是因為我們還在照相運動 所以很多皺褶 就把它 頂起來 頂起來 那 再來 苗栗里呢 我們剛剛談到 為什麼 比較少看到 梅田 其實它一樣有 成績岩 一樣有 還沒 還沒成 位置都太深了 大概都是 負五百到 一千公尺左右 它比較少 有露頭露在地面上 所以 在南部就比較少會去開餐 因為一開始的 深入都那麼深 那個成績都太高了 那台灣現在為什麼沒有開餐 也是這個原因 台灣的梅況 基本上 沒有什麼露天開餐 除了露頭 可以看到的部分以外 隨著 因為我們 都是很多奏折嘛 一直深入到地底下 像在民國 大概19 應該是 1970年左右 我們的社產成本 就已經比進口梅還要貴 因為那時候的 挖掘深度 大概都是 副五百到一千左右 那已經很深 第一個很熱 然後 它的運輸時間 要很長 那國外相對而言 他們怎麼開餐 露天開餐方式是這樣 就是 它每整個是 台灣每整個是 可能是五十多分到一公尺 一公尺算是這樣 在國外 在國外 現在的鏡頭 它的 煤層大概十公尺到 三十公尺都有 很 然後 它的 礦層 那個 煤層 在地底下 也不會很深 它大概是 表圖 大概六十公尺 八百公尺 它把它 用推土機把它 推 它把它推到旁邊 對著一個小扇 然後那個 煤層 就露出來對不對 然後 它也不是像 它挖個什麼 隧道下去 它就直接推到 大型挖掘機 挖 然後後面 它有直接的 很大型的火車 直接就載著 所以那個煤層 等於是 就把它挖掉之後 剛才那個表圖 有沒有 再把它推回來 再重新覆蓋起來 所以它的生產成本 一定比我們 低很多 而且它的成本力比我們少很多 它們的機器都是如你巨大的 相當的挖掘機可能是 兩三萬 鈍的 非常大型的 非常巨大的那種 非常大型機器 當然 投資業也大很多 可是它的規模就是 基金都很大 操作的人很少 所以到最後 台灣應該是沒有辦法 自行生產的一塊 就算我們 台六坑都還沒有挖的 因為脂肪用進口的 好 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得出來 為什麼我們的煤礦 剛才我講說 台灣的煤礦的 汽累大概都會在機 一個是天然的路口 感覺比較多 比較容易被發現 尤其是靠海邊 另外一個是 你生產的時候 要賣出去 因為早期還沒有火車之前 賣最多其實是輪川 所以你由港口也很重要 你從苗栗運到基隆 跟基隆在地生產 我想這兩個生產成本 是差很遠 大概苗栗的一定賣出 賣出基隆 好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我們最早的鐵路奇人 所以我們這邊很快看一下 像今天講的中國 我那時候還在一拉舊 之前還算中國 先查算中國好了 鐵路大概 大概 中國第一條鐵路 其實台灣算很早 各位這邊可以看到 上海那個 一核養行的1876 然後我們那時候 經過金蓋的那個也是1876 所以我們只差幾個月而已 那可是一整個 一核養行那個很快就拆掉 活不到一點 至少還過幾年 1876一直到1880 到其他戰爭的時候 那其他戰爭的時候 那其他戰爭的時候 他們是幾乎挺被填掉 因為怕被人家 被發軍在裡 可是軌道有沒有回掉 可能沒有真的被回掉 那軌道可能還是阻礙 等一下我們後面 比較詳細來講 一般軌道 那其實另外軌道 有的真的蠻近的 就是 哥知道 從四號坑要去 八斗子那個 海客館 另一段路就是 原來青柏井的路線 就線條跳回街 然後在那個 聖道鐵路的 呃 下坑 他基本上跟他 基本上是 接近是平行的 他們路檔 路檔是非常靠近的 可是不是同一條 有人說 是 該來的聖道鐵路 就把青柏井那條 一處路線 先蓋掉其實並不是 他還是有一小段 距離就是 那 所以在台灣第一個出現的 軌道 軌道上是青柏井的一條 因為他先蓋掉 從港邊的輸送道路 把那些 積極設備先 運到山上 因為他開採的地路 在賣山腰 他先拿個樹井 鑽探 然後接下來 呃 要把那些 開採掘的工具都 還有殘料 因為他做了一個 垂直的景 他挺的岑壁啊 那些東西 那個都是 不是舊地取材 他是從外面運進來的 好 那 台灣的第一條鐵路 我剛剛講 軌道跟鐵路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應該是很一樣對不對 因為 那個青柏井 的部分 其實他是 呃 他從坑口不是採的霉 他把東西 運到山下去的時候 其實他是 用溜了溜下來 他其實沒有火車頭 他有一台 蒸汽機 大家不要聽到蒸汽機 就代表說 那是蒸汽紅燒料 他那台叫做 很可憐的 萬用性蒸汽機 他就是 放在 呃 竹井的 坑口旁邊 他負責什麼 抽水 也是靠他 好 然後他 豎井嘛 他是直井 要把東西 用那個條件 拉起來的時候 也是靠他 所以那個蒸汽機 也去除了 後面接抽水機之外 他也去接了 呃 檢陽機 所以就是 可以拉 東西上 那 後面還有空風的 空風的 他那個 大型的那個風扇 也是靠他去驅動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剛剛不是提到 煤礦的礦車 用放的放下去 對不對 那等一下 空車 推上來說 那很陡對不對 那怎麼拉上來呢 也是靠那台 蒸汽機去 驅動 一台巡洋機把 礦車拉上來 這樣子 所以從頭到尾都靠 那一台 蒸汽機 可是他不是火車頭 因為他不會跟著 尾道上 所以 連格說起來 他這條 我們會說 他是尾道 他應該像比較貼近 現在的 浮地手道 就是說 他 礦車底下 有輪子 可是捏龍鋼手 拉他 這樣子 這叫浮地手道 專業術 這樣形容他 等一下 沒有一個圖 大概一個思域圖 比較接近的 一樣是 大概1870年 就修在日本 因為日本 因為我們早開始 工業 進來 就大概1870左右 的一個設計 這樣會有一個 老師 那個氣球 是不是太平山上 那個氣球一樣 呃 應該 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太平山 那個已經很後期了 那已經 先進很多了 他那個也是 登記號 對 不是登記號 欸 我們看到 你其實在營業裡面 也會看到很多 那個自信機有沒有 他幹嘛做基材機 基材機就是 要用鋼籃把那個 木材從 對岸 搭過來 或從底下 拉上來 基材機 他有很多 鋼籃 很多花輪 拿 之類的來 拿東西 所以他一樣 有一個 症進機 接 菌杏機 菌杏機 就是應該會持的 煞車 接 鋼籃的 渾手 這樣子 會跟比較多 欸 對 所以 所以在不同的產業 其實都會用 增進其他 那個 動力來源 我剛才講 這 蒸氣 剛剛抽水機 也是一樣 剛剛 各位有沒有聽到一個 很奇怪的是 剛剛為什麼我講說 輕薄機 那個是 一台很可憐的 正氣機 好像什麼都可以做 對不對 他那麼厲害 同時做的事情 都會一起做嗎 其實沒有 輪流做 比如說 我當抽水機的時候 我就不能當捲鋼籃機 我當捲鋼籃機的時候 我就不能去驅動 抽鋼籃機 這輪流用 這輩子 一直不能做一件事 一直不能做一件事 一件事做完 停下來 那再去接 把動力 還有鐵帶 或什麼其他方式 把它接過去 好不好 所以 我們的 台灣的第一條鐵路 真的通車的話 189英金融這段 就用通車了 就是 石球鋁這條 隧道打通之後 不然其實整條路線 更少 1888就是 那個 台北道西空 因為那邊是頂路嘛 沒有隧道也沒有 橋樑 所以他就找通車 再過來 就會遇到 橋樑 八度有的橋樑 大華橋那邊 然後接下來就是 石球鋁線道 這兩個是最大的 工程考驗 那其他有沒有小的橋樑也有 到台北之前 那台北往來 為什麼到西竹更晚 因為 要扣到淡水的 那個橋更長更大 花更多的時間 來施工 所以其實你看 基隆很厲害 很多都是在地 在那個年代 如果你先進工程 基本的技術來看的話 都是從基隆開始 各位如果有問題 誰是可以問 因為其實這東西 我都顯得很大方向 其實也有很多細節 我想 因為我們也不是說 學校上課 要考試做很多細節 先有個大方向 大概念 然後詳細的東西 需要討論 可以來討論 或是說 你覺得回去 想要再研究的話 也很歡迎 只是我覺得 我們現在主要是要講 步道學 所以我們不會過度的 才能夠把 講成是整個的 煤礦的開拆基礎石 這樣子 那個部分 你就不要講太多 我們可能 花點時間來講 後面應用的部分 這樣講到鐵路 誰最先的話 其實這也是很有趣的問題 在英國到底哪一條鐵路最先開始 通常你會聽到的答案 1的同理2的多一點 為什麼會講1 其實兩個都會對 為什麼會講1 因為我們從小 或是上個課本 都告訴你說 那個什麼 火 蒸汽火車 這種死地輪生發明 對不對 1的那條 靴的那個 那條軌道 其實它 它比較早就蓋好了 蓋好是蓋好 它 是鐵軌沒有錯 可是上面是用 受力 尤其是馬 搭貨物列車 最早期的那個 火車車廂跟馬車廂 怎麼很像 為什麼很像 因為統一公司製造的 就是馬車車廂的公司來製造火車車廂 所以基本上它的 它當然東西都長得一樣 只有輪子長得不一樣 就是這個部分 另外還有煞車的結構 馬車的煞車都像 火車的 火車的速度比較快 而且 它的摩擦都比較小 所以火車的煞車結構 當然是跟馬車是不一樣 其他的車廂方式都長得很像 早期是這樣子 那 1825年 另一條路 我們現在通常 有一個叫地面電車 叫Tran 對不對 之前有一個叫Tran 其實最早Tran的第一應該是 機械動力跟受力如何 這種軌道類型 它叫做Tran 可是後面第一 為什麼好掉 我不知道 OK 第一條 這個叫 從Darlington到斯卡特 它這個位置在哪裡 對 右上方那邊 有一個 兩個點 那個地方 那個正在約克的 點點點點 我在2019的時候 我們 跟國家體能保護 我們有一個 英國的共學營 那時候有帶學員去看過 就是 宣傳的那個 口測的起點 然後 沙粉那一頭的 我們沒有去 我們只去了 宣傳這頭 因為 那跟 有一個 博物館 的恐慌巡視點在一起 英國現在最大 有兩個博物館 其實是同一個 單是兩個 通通去英國會講 英國的 國家體能保護 NRM 就是紫約克 那個叫做 英國國家體能保護 博物館 他本來在 前面那個 薛塘那邊 他蓋了一個 倉庫 放他 博物館展示 有沒有 博物館的展覽品 另幾位換 對不對 你換下來 就放回去 倉庫 所以他蓋了一個 非常非常大的 倉庫 在那個 薛塘 所以 後來那邊的 倉庫在 約太就讓 艾朗就用他自己 也升格成一個 博物館 當中間還有很多 轉折 所以我們常常去看的時候 我們先看了 約克的博物館之後 隔一天去看薛塘 的時候才發現 為什麼介紹 副館長 怎麼同一個人 他說 我們這兩個都同一個 博物館 那個約太是他們的倉庫 後來變成一個 展示的 中心 他也蠻有意義的 是因為他是 就是 蒸汽火車 出現在 軌道上的 第一段鐵路 可是這段鐵路 其實 很妙的是 呃 剛剛不是大家說 比較有名的 史蒂文森嗎 其實不是只有 那個 鐵路 開始用馬車 拉貨 一段時間之後 大家覺得這個 效率還是不夠好 因為什麼 那段路其實蠻遠的 有大概 25年到40公里左右 喔 馬車有的話 當天 來回好幾趟 其實不太容易 所以後來他們 呃 你剛剛不是提到嗎 英國很多礦場有 呃 蒸汽機 在抽水啊 等等 後來就試著把 蒸汽機改造電程 放在軌道上面 可以移動的 一個設備 當然跟鐵金 基礎有關 因為後來 早期是壓力很低的時候 你是沒辦法推動自己 整體火車要拉動自己 都不可能 後來壓力提高的時候 他就有報告 那段時間幾乎很快 所以他們那時候就辦了一個比賽 然後看誰可以做出這體火車 而且是 跑完全程 10% 要比10次 這一次冠軍沒有用喔 因為他後面要栽個 他要確定說 你的 你的 新的 機械不會 只用你吃就壞掉了 反而就 耐力散了 好 走到比10次 那 他幾個對手裡面 只有實地紋身的車子 也有跑到最後 沒有爆炸 那其他的就 對手都被他打敗 可是被他打敗的對手 沒有 沒有拿到電台 也沒有 實地紋身其實他的 機器設備好像比較耐用 沒有爆掉 所以他是冠軍 可是他的產量 而且他的造價比較貴 所以被他打敗那個 第二年的 其實 最後賣的機車頭 賣的比史蒂文森還要多 這也蠻奇妙的 反而因為 比較有名就是 剛剛第一個講的 一般我們上課都講 史蒂文森是 火車的發明 可是這個其實 這個說法不太對 因為火車是逐漸改進的 你能講說 他是 那次比賽的 獲勝者 這個可以 可是 應該 不能直接講說 就是他發明 另外一條 比較有名的路線是 1830年 其實那幾個 才差 五年而已 進步很快 1830年的 利烏浦到曼特斯特的 那條路線 這個我在2011年那次 我有特別考慮做 從利烏浦 做到那個 我是從慢車車做到利烏浦 那這段路線其實就有 近代火車所有特徵 它第一個 它是 高架化的 在市區它比 它不會妨礙實際的交通 它是高架化的 第一個 第二個 它有 雙軌 雙線 就兩條線 第二個是雙線 另外它很長隧道 你看 第一次蓋的 1830蓋 它只有超過 好像1.2英里左右的長隧道 你看 雙軌有長隧道 第一說 那個隧道的斷面是很大的 它這1830全部都有完成 而且 那個路線到現在還在 後來有改線跟人 可是還是有被整修 那些東西其實都還是存在 那 它第一個 車站 那時候我們去看 1830的到現在還是老的 我們剛剛講的很高架化的 在利烏浦 這一棟的那一棟 在 萬車車站 這一棟還在 利烏浦那邊已經被改建很多次 所以 利烏浦那邊比較看不出來 原來的樣子 可是在萬車這邊可以知道 它有照片可以對比 原來1830裡面 通車的樣子跟現在 就是一樣 它沒有被改建 所以我先給你知道 當我們去看這些步道的時候 我們走過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說 你走路線 大概在世界上面的排名 大概是很前面還是很後面 還是怎麼樣 所以英國檔案天道真的高很多 那 我們剛剛有提到 1825這條路線 那時候還沒有高架化 對不對 它是平面的 所以它現在就變成散步 跟步道 從 Lokomotion的 那個 服務館 一直走到 Shelton的 那個最早起點的紀念碑 這段路線大概 應該是 兩英米多 我們上次去的時候 我花了半天的時間 就慢慢走 因為中間還有 它旁邊還有 現在的 應該是 地區型的火車還在跑 當然不是因為它原來那條軌道 它原來那條軌道 它有被特別保留下來 然後到側面的 一些像薯梅草啊 等等的 那些江北站 德國鎮林江北站 那個通通都被留下來 還蠻完整的 那就變成一個很好很好 的三部路線 好 那為什麼講這個 因為我們今天其實講的很多 不是只有講台灣 我們會 等一下有機會 來順便講一下日本文序 不到幾個時候 剛剛不是看影片嗎 我們還有很漂亮的封面 可以 等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回到台灣 台灣的北部 你這個後面看得見嗎 有點困難 好像沒有可以放大 好 我知道了 因為這條還有一個局部的圖 這個大概台灣 我們剛剛看到的 都可以拍沒關係 反正 這檔案可以給大家 只是說 現在看不看清楚 有點抱歉 好 我們看到的 有很多紅色的線條 那就是 那就是 煤礦的漏頭 所以 基隆港在這邊嗎 我們的位置 可能差不多在這個位置 附近 所以為什麼 從這個圖就會看到 為什麼西班牙人 會 在台灣北部航行的時候 就會發現 煤礦漏頭 他們 各位猜猜看 西班牙我們剛剛不是 上課前有聊一下嗎 西班牙不是 一、六、二幾年 就已經來到台灣 還沒蓋城之前 就到了 對不對 他那時候就有發現 煤礦漏頭 那 你們覺得 他發現的 煤礦漏頭 大概是在哪裡 薔洛湎 荷蘭人是 在於西安對不對 那西班牙在哪 他沿著 對 因為河南人的亞洲總部在 在爪哇 在印尼 那西班牙人的亞洲總部在哪裡 在菲律賓的馬尼拉 他從馬尼拉沿著旅宋龍北部上來的時候 他為什麼要沿著台灣的東岸洲 因為河南人帶西亞 所以太靠近就可能會發生衝突 基本上他們就是軍隊公司 那些公司本身就有武裝的船艦 然後有自己的士兵 有自己的武器 所以佔領地盤的時候這個是必要的 可是你跑到別人的領域去一定會發生衝突 所以西班牙人上來的時候 其實在基隆以外 他也跑到淡水 這是兩個地方 所以他航行的主要就是北南岸 那為什麼東南岸沒有 沒有被災 不是沒有被災 其實他們找航金等等之類的 另外一個東南岸也沒有銘礦 目前來講也沒有銘礦 所以他們發現銘礦的基階這邊 還比較有可能 而且看完所有的危險 最有可能其實他們先看到的 銘礦的漏頭應該在砍角 就是萬里那邊 萬里那邊砍角 因為那邊有很大的溪流流出去 剛好又有砍角斷層 馬術器 對,就是馬術器 所以有斷層的話 它那個漏頭會被抬升的更高 然後有河流衝刷過去之後 漏頭就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他們形容是從海 從那個海運上航行的時候 往陸地看 然後有條河流伸進來 然後就可以看得到 那個漏頭在那邊 所以看起來比較富 漏頭 漏頭 那個 煤化 煤化露出來的岩層 我們都把它想成 煤化也是岩層對不對 露出來的那個煤層 黑黑整片的 我們現在不太容易看到 原因是 現在的 現在不是挖掉 其實我們去台北街 那個漏頭都還在 只是因為 水路保持的關係 只要看到那個裸露的岩壁 對不對 一定做什麼 水泥化把它抬起來 所以通常不會看到 那什麼時候會看到 某一天如果 那邊附近有什麼 那邊圖絲沒有之後 就趕快去看 應該可以看得到 那個 那個水泥浸 被 重點 不過各位還是要小心 如果去看的時候 那我剛看到 紅色的 全部都是 漏頭 所以 我們開發的時候 其實很妙 你看到漏頭 你就會沿著前頭左右 沒有開始盡量的挖 如果你都沒有什麼機器設備的時候 你最愛的方式 沿著漏頭 用人力嗎 能挖能拿的 就拿走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 紅色六密集的地方表示 被發現機會越大 所以大概 礦業開發 所以這張圖是什麼時候 這張圖是1925年的圖 所以跟我們看到最後 呃 1960左右 到其實左右 統計的結尾 差不多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當初發現漏頭的地方 果然也是每一層 比較密集的地方 所以最後 也挖的地方 也是集中在那些地方 大概兩張圖的時間點 大概差 45年左右 1960 1970 大概是台灣美化 生產量 最高峰的時候 那這張圖等一下會再用 我們會有比較細節的 現在先看個大概 整個北台灣 大概有哪些地方 有美礦就好 細節看不到沒關係 等一下我們來看 紀錄圖就好 那因為有這些美礦的分布 對不對 第一張圖就是來解釋一下 為什麼出現那麼多的 回到運輸 清國井當然有歸道運輸 接下來是基隆清田出市會社的 山川的金山線跟金山線 剛剛大家有問了一些問題 等一下我們可以去再想這個 那接下來 第三個就不在這邊 陶侃 陶遠到附近 這叫陶侃 清田田出市會社 他當然經過 他也有去運送 歸山地方的美 那大家其實也沒聽說 有運了一點點 可是後來 應該沒有在運輸 因為他那個 運輸口太貴了 那 有任 有任算基隆市嗎 現在 七土區 七土區 可是七土區 他為什麼是從五土那邊出發 五土算七土區嗎 沒有 北五土那邊是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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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五土那邊不是七土 五土那邊不是七土 五土那邊是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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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你們比較厲害 就是 美比較多的是在七土那邊 對 南邊的七土也有 就是 比較 產量而已 有瑞進口還是 都聊七土比較多 七土那邊是 他在一起 他在一起 哦 知道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是 對 他在一起 另外一是 一岸線鐵路 一岸線鐵路 雖然是一岸線 可是他 各位知道一岸線鐵路幾點在哪裡 我問李十九算是基隆 我說最早最早 他說最炸 最炸基隆 對啊 不是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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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以前基隆 對 那個離岸線鐵路最早最早 跟那個 基隆跟三根之間 他綠田 準備在哪邊 對 就是那個離岸線鐵路 對 他西部已經比較有 對對 現在 現在那個路 鐵軌拆掉 路人還在 對啊 你去三根看還看得到 那個離岸線鐵路的那一段 你一直點頭 你這樣住附近嗎 所以講一田廚梅廠 你可以知道 還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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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基隆開始 這個很妙齁 其實整個 宜蘭縣的運路段 到目前為止 其實它有很多的 呃 呃 那個 客運的幾班的人員 等等都還算是 基隆 基隆運路段 他叫宜蘭縣鐵路 可是事實上 被基隆運路段管理的人數 還比 伊蘭縣路段更多 這個很奇妙 那大概很快講一下 這些時間的 齁 清國警示 我們剛剛講的 剛剛說哪一年 中國最早的鐵路是哪一年 同一年 1876 1876對不對 上海那一個 上海那段鐵路 然後我們可能 可是它是鐵路 然後是76的軌距的鐵路 是有 駐機火車的 駐車的車頭 那我們是 清國警 也是1876 我們是 該來運東西的 可是那個是 沒有駐機火車的 可是也很有動力 因為 空台車要拉上海的時候 還是用 蒸汽機 拉捲量機 我們既然上海 我們就要講清楚 因為每次都有人 在外面講說 清國警有跑 蒸汽火車頭 我說有蒸汽機 不代表有蒸汽火車頭 這是兩件事 因為各位如果真的去走 調和街 就會可以理解 為什麼沒有蒸汽火車頭 因為時代太遠了 那蒸汽火車頭 也不可能爬上來 因為那個比 誰還要抖 比490還要抖 490就一跑不上去了 那那個蒸汽怎麼可能爬上去 就不可憐了 所以 軌道命數只要抖 坡度超過一定程度之後 大概都是用 福利所到的形式來解決 就是用 捲量機拉它 大概大致上就是這個樣子 好 好 那 有瑞是戰前就有的哦 有瑞 欸 有瑞比較特別哦 它有台車路線跟蒸汽火車還並行 就是 總統蒸汽火車在跑的時候 旁邊還有台壓車 人力在推 所以那邊照片你們看到是 前面人在 這條原道人在推 人跟貨物 後面蒸汽火車在拉 那一塊 非常奇妙的一個地方 好 那 有瑞的 蒸汽火車 1970左右結束之後 欸 總共有10台 啊 直接當廢田就賣了 那有兩台Best的人買去 現在 陳田那邊有個農場 開展 好 各位如果有興趣 我們明年可能3月或4月時候 要去日本 去看一下 如果有興趣可以跟我們一起 交一下時間 好 還蠻有趣的哦 不過為什麼會講這個 我拿一本說明給我一看 這個就是日本人大概1970左右的時候來拍的 然後大概1990的時候出的 這又再版 所以這兩回為什麼不一樣 因為再版他把 瑞3的部分 也把它加進去 那 可以 大家可以傳閱一下 等一下 下個錢要換我 那 所以 大家看到那個書裡面的蒸汽火車 最近很多 都 都到晚他的照片在網路上 到時候 留下 之後你會看到 因為 大家在台很銳的 整理我車的時候 其實他們拍的 真的還要 他也有路線 這個大概1930就開始有 有挖掘 就開始有路線 大概1970前 就慢慢收掉 所以早期裡面 高速公路在 其實他有一些 古董那邊其實收得很晚 我印象中 高速公路蓋海的時候 那時候是賣帥大陸 賣帥 中山那一段 中山那一段 在那時候 他都還有那個 那個 流流 月購高速公路 那個是流流 那時候 礦長還在 所以其實他們收的時間 也沒像想像中那麼早 還拿我 那 宜蘭建鐵路 基隆清潔速度會是1913開始蓋對不對 1911開始蓋 1913開始用 然後 宜蘭建鐵路是1924年 同車 所以其實中間有些禁隔的關係 就是 1918之後 那個時候 宜蘭建鐵路已經蓋到瑞芳 所以活動那邊的 美很快的 就被宜蘭建鐵路搶走了 所以基隆清潔速度會是為什麼 後來要去弄 用 金瓜石碟路線 還有金山線 就是因為他最賺錢的 客戶 兩個都被 搶走了 就是 九零一坑跟九零二坑 九零一坑就是現在的瑞芳一坑 九零二坑就是現在的 侯洞的 附近這個區域 等於侯洞被搶走 被發展被搶走 所以 基隆清潔速度會是後來 那個時候有另外一家公司 叫做瑞芳清潔速度會 可是很多股東跟金融清潔速度會是大致相同 當然不是完全一樣 是大致相同 然後那條 另外 金瓜石線 就是瑞芳清潔速度會是路線 就是從 呃 單坪嶺那邊 所以單坪嶺那邊有個流浪卡 啊 王朽燈不是流浪卡嗎 這一段是 一樣是福利所到拉上去的 然後到流浪卡上面就接清電路 那清電路那一條就是很平的啊 那一條路就是台車路線 然後一直到基隆山底下 會腳坐樓下 那最近終於有看法 沒有修復 所以原來的路線是穿過基隆山底下 就是隔壁停車他們正下方 穿過去 跑到金瓜石去 跑到金瓜石去 跑到金瓜石的新山底 新山底那邊不是一個 南紅寺附近 他原來舊的側站 呃 屋頂已經破了 可是車站站體還在 那邊就接近 呃 黃金博物館之前大概 兩公里左右 黃金博物館就是以前的 呃 日礦的 呃 五坑嘛 啊 所以靠到新山的這一頭是 五坑的捨屍場 他一樣有軌道 所以兩個軌道 沒有直接接在不同公司 所以大概差 不到100公司 所以那以前他們 要回金瓜石的 做完 金瓜石線之後 他只要走大概100公司 就繼續做五坑的 台車就會 五坑六坑 一直可以這樣做 好 那不是 是 那個 那個 三坑石 好 對 三坑石在最旺 對 那金山縣應該是在哪 金山縣就真的去金山 對啊 等一下有問題啊 哦 就是 就是 對 對 終點是金包裡 等一下路線我可以講一下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反正這點是基隆 對不對 那金山縣是從哪邊到我們 哦 等一下我講 等一下我講 我們到那個 科療港這邊 這邊 怎麼會知道 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知道 對 其實今天那個什麼 呃 青床的鐵路不是要上490 前面有一個 有一個地方很接近 等一下我講一下 大概在哪裡 大概從這邊開始 然後 開始到 繞繞繞繞繞 金山縣 另外它有一個 分歧的路線是 繞一圈跑到 牛丑港 這個都算是金山縣 我會跟大家圖 等一下如果有時間 如果 講一講 他有空 你可以拿 他放到來看 他那個鬼祭祀都發了 沒有 你一直接 沒有 你一直帶來講 歐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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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他 金山縣 如果這樣我順便講一下 他三條路線裡面 呃 我們剛講三條路線 是 投到 活動 中間 基本上 它是沒有火車頭 那個南上 啊 這邊 呃 這邊不是要上圓窗底 這邊啊 他有一段是 寫過鎖到 所以他有 機器把它 機器動力把它拉上去 可是那個是1915年 1915年的時候才 1913通車的時候 他沒有直接 開個中間的隧道 他是到 繞很大一圈 繞很遠 因為那是 一個人 很高的領壓越過去嘛 所以他繞了大概兩三公里 所以他都花了一個小時 啊後來 峰市開始領域由 營收之後 他再用投資錢 去做 隧道 然後做那個斜貨車 把台車拉上去 所以他整條路線是 沒有火車動力的 好 那 金瓜線也是一樣 沒有火車都沒有動力 金山線不太一樣 金山線 到了1937年才通車齁 為什麼你差那麼久 中間其他 山前很多次 可是每次都沒有過 因為之前他比較 好的路線應該是經過外路上 各位看這個路線不是很奇怪嗎 我都可以從流出房子開始 我就乾脆連著海邊 一直走過去就好不是很近 你看見到路線從大輪這邊 就經過那個 以前那個賣道旁邊那邊 插上去的 路非常地遠樂迂回 原因是 就是 那時候基隆有 基隆要塞司令部 他認為說 因為當時的施工計畫 做了一個很厲害的事情 他從流出房子出來開始 連續打個五六歲大 連著海邊就直接跑去金山 你不用爬坡 可是 日本軍方認為說 你就把我海防的 安全全部都破壞了 所以每次都不同意 每次就叫他修改 改到最後 他感覺跑到 靠近山這一頭來 所以當然就困難很多 效率也不好 尤其中間 有個地方 大輪過海之後 到這邊 中府這邊 那個其實很長的沙坡 過去要下到那個 萬里的 砍小那段 所以那段是唯一有 銅車的時候是用捲陽機 可是效率也不好 所以有了大概一年左右 就湧來 才有機車頭 所以那段路線是有程 很常的上坡那段 不是人推的 是用車要機車頭 拉來拉去這樣子 這是唯一的 可是到了 1940來45之後 他們又被改靈叫南方之後 其實後期他們就已經用自動車在 用卡車來運載 所以其實金山線 我在猜到處都應該也沒有真正賺到什麼錢 因為一段時間之後 他就變成是自動變空物化了 這張圖 有很多嗎 這張圖 等一下可以再放他給大家看 每一個點的就是一個隧道 大概有八個隧道 那個是比較複雜的 那就是剛才你給我們 就是說很多 我現在把它放大來看 這個XX這個有沒有 這個都是一個礦坑 一個一個的礦坑 所以有非常多的礦坑 所以可以看幾樓 這張圖 有興趣大家為什麼說 擋給大家 因為反正這個聯繫資料也就是 國立台灣圖書館找得到的資料 反正就是公共化的東西 所以有非常多的礦坑 所以他都需要很多的軌道運輸 可是這張圖 大家會比較 覺得疑惑是什麼 這個名字喔 我們叫最近聽過對不對 什麼四十幾坑 三十幾坑 所以很可見 日本人對四這件事 是沒有什麼 不吉利的 對 四十幾大堆 不過為什麼這麼多坑 1918的時候 1918到1922 1212左右 那段時間其實是 台灣礦業大整定 所以 基隆碳礦諸事會這 那個時候就是有 好幾個 有 日商的公司 有 台灣的這個 像連將 他們就是 把很多的礦場 全部都整定 所以這個 這張圖是1920年 所以那時候他整定了 初期的時候 他就把所有的坑口 照順序 把它編好起來 會打到有什麼 四十幾的 好像圖上面看過 好像四十七吧 反正有四十幾 可是其實齁 他也不是完全照順序 比如說同一區的 先集中在一起 所以 你到後面很多數字 你會像這個 在這邊 飛來飛去 飛很遠 兩個相近的數字 可能距離 二三十公里以外 剛才看不出來 那個坑到底是誰 看他的時間 沒有 合併進公司的時間 還有礦泉取得的時間 所以 到了1930左右 你去看那個 сли隸攤坑出色偌色的 礦泉取得的 礦坑名字又重新 分數 比如說 天��바的 一二三四 你看 金融三坑也是 要後來又重新 holiness 他又殯cano和 三合的 然後 聖奧坑的 還有瑞坏的 然後外 Mini 外 Mini 所以 就沒有出現好像 四十幾顆這種事情 田南河的就是一二三四 所以你看金融三坑也是後來又重新命名 他有田南河的、聖奧坑的、瑞芳的 然後外面的 外面正常一二三坑 所以就沒有出現什麼四十幾顆這種事情 所以這個是 你看到有三四十顆那種 大概就是金融攤礦鋼合併擴張 另一段時間 他擴張到之後停下來 不再區域擴張的時候 他就發現管理上這個問題很大 所以他就重新把造區 他嚴格說他就說他造探田 因為那時候不是分成不同的探田嗎 田南探田啊 山南探田啊 石頭町啊等等 他就重新把它分組分好 所以那個數目就會小於 大概都是會小於十左右 所以你會早聽到十坑以上 不同的四季其實也不太一樣的 那當然有一些的 李子刀纖維子還是可以看得到的 像這邊 這邊開始就有一些 有在打一看 有田一坑 二、三、四 所以在那上面其實你會看到很多的 尾道 包括 八斗屎底下這條 這一小段就是 青柏景麵小段 那時候升到鐵路還沒有 升到鐵路是 後來蓋北電的時候才弄的 又為了在北電的煤炭進去 所以那個是很晚還晚的事情 這個密集 我裡面很短 是 是 那個1922我們名證就叫基隆市嗎 基隆區吧 應該不是什麼市吧 那這裡 哦 在整個大的鋸裡面有四啊 四很小一塊 基隆區裡面有三個線 對 基隆沒有線啦 基隆應該都是 基隆區 對 應該沒有這麼多線 新北線 對 應該是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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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段時間 不過那幾年變得很快啊 那幾年的那個 周駿啊 我改來改去改來改去 這台詞出發 老師有問題 誒 那邊是射牙 那個 射牙島 射牙島 那下面這個島是 其實什麼 它是什麼 長潭島 八斗屎那裡 是不是 長潭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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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叫長潭島 海溝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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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你現在看不出來 現在黏在一起了 以前 有一個很大的海溝 以前在海溝 對啊 以前是很大的海溝 所以那個叫長潭島 對啊 長潭島 海溝島 你現在去那個 海溝島 海溝島以前是在沙灘上嗎 沒有還有錢 就會發生 現在沒有 沒有我們說更早 更早 更早是沙灘 你去那邊看不是有個海溝島嗎 海溝島是海邊的 海溝島以外 出爲的小朋友都在那邊 熱河場是不一樣 我講清朝的是 那是海鬥 那是海鬥 那會一直舔舔舔 反正 開始挖煤礦之後 你不是很多廢土 要到一次我們那邊到 到最後那個蓋田都填起來了 那後來蓋電廠的時候 其實北電在蓋的時候 刻意去填土 它也有炸又填 其實跟蓋風港一樣 也有炸又填 那北電就是現在的 北火就是現在的海科管 所以它有刻意把那些 海溝那些全部把它炸一炸 把它填起來 所以這個圖其實 你看到有些地方好像 跟現在差很多 那是真的 尤其沿著海岸線 那海岸線的情況 完全不一樣 因為填非常非常多儲趣 老師 尤其沿島旁邊 那個只有有兩條就大 尤其沿島 放鬆在哪裡 尤其沿還是有吧 尤其沿還是有個小的吧 是容易 不是地老餅 是容易的 我那邊的 對啊 裝三個還是有 對對那邊的 那邊的兩條 它這個尺寸的話 可以有點 所以 不是地老餅 所以 紀老餅沒有畫出來 紀老餅沒有畫出來 這個上面紀老餅沒有出現 那 因為 因為紀老餅 底下可能 就算有 每一層大概 它也不太想去畫 所以 這個是探礦制 這個是 欸 台灣探礦制是誰做的 不是總督府做的 這根本是山景的 山景是很大的會社嘛 它的台北支部的 台北分社的實探部做的 這是台北分公司底下的礦業部門 花錢做的 不過那時候他們真的算是 勢力很龐大 因為它在北九州的開場 已經 非常非常的 具有規模 犧牲賺錢 尤其一次大戰之後 一次大戰之後 開始很多的物資 短缺嘛 所以掌握這些能源等等的公司 基本上都是 大賺錢 所以那段時間 像山景啊 之類的 這些公司其實就 非常非常厲害 哦 金融探礦最大的股東就是山景 那大家覺得 為什麼直接叫做山景探礦就好 欸不是 是因為 我們通常講山景 好像是一家公司 金融探礦裡面的股東有 山景相關 山景 我記得 山景礦山 山景 礦山機器 還有山景 好 太晃 反正山景開的公司 大概有四個 還有五個 每個公司 每個公司其實 古東也不太一樣 古東 好 那這剛剛有提到 因為這個最近我們有做 有報告說 我們畫得比較細 這真的不同年代 1876有沒有 青鑼井那個最早 那段比較短 對不對 然後 北火的左邊那不是有美檔嗎 美檔在哪裡 美檔在哪裡 海科管不是有一個 那個叫什麼管 那個 就是公車發車的那個點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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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Azac的描述,他英文報告裡面描述,為什麼叫煤檔,他英文真是叫做Core Harper,所以翻成煤檔是沒問題的 然後,哈欽某井的那個煤礦運到海邊的時候,其實他是,他有做了一個戰道,一個戰橋 啊,讓那個,橋夫跳到戰橋上面,然後,戰橋是高於那個要裝的那個綠底船,所以從戰橋上面往下倒這樣子 所以他是一個港口設施的地方 那,到了1933到36,橫的那條,是從水南洞到金瓜石 那個也是礦業路線,那個路線拿來做什麼 那時候金瓜石的礦泉已經被日本金屬買走了,最早最早就是日本金屬 到了1933的時候已經被日本金屬整個買下來了 那台灣的煉金跟煉銅其實只做初級的數鏈而已 然後,金點是送回日本的那個九州的,這邊有寫喔,那個左鶴灣的鏈子鎖 那所以,他是從水南洞 我們現在水南洞不是一個十三層嗎?那是初鍊廠 他做完的初鍊的東西,不管是金還是銅,銅的數量比較大 通通坐這條火車,坐到那個八尺門 到八尺門這邊,然後再用博物船放到,比較靠牛抽塔外面這邊的 因為那個時候的金融港跟現在不一樣,金融港現在是已經有整理過嘛,都加深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西邊的碼頭,每個都可以停很大型的輪船 那以前要回走渡的那個大型的貨紋 只能停在流州島的比較裡面這個航道上 因為那邊相對水是比較深的 那從八尺裡面用小火船把狂塞載到流州島外圍的這個大輪船上面去 以前的輪船是這樣的,它是在輪船裡 這是1933-36 蓋的 然後到了1939的時候 北火不是開始建了嗎? 我們剛剛講說,基隆青鐵出塑會這不是有一條路線 穿到深奧坑,然後香濕嶺,然後到瑞芳一坑 就是現在的瑞芳,然後一直到後洞 所以在瑞芳一坑那邊 那個位置就是那邊有萬燦塔 還有一方國小,就是那個流龍的路線 所以流龍的那個基座 你下去一方國小的校園的旁邊看得到 你跑進一方國小裡面就可以看到那個 有一個很奇怪的水利基座 那個不是電塔,那個是流龍的基座 當然看起來很像電塔的基座 其實功用是一樣的嘛 它都是一個鐵塔的基座這樣子 然後到了1965的時候 深奧電廠開始的時候才蓋深奧鐵路 所以深奧鐵路到了1965蓋的時候 它後半段那時候的日進已經 那段鐵路已經不再用了 所以它到了瑞芳一坑之後 很多路了,就直接用原來的日進公司那段路線 只是它把原來的1076輪軌跡改成1067 因為台北的軌跡是1667 它都改了 所以這個是這段附近的四個不同時期的變化 那看一下清楚,你們都有去過嗎? 這段一定有人去過啦 因為另外一個課程會有介紹的 好 那這個剛好在 調了街 那個台鐵的馬路旁邊 台鐵的路旁邊 那七國井是在哪裡? 已經被保起來了 我現在看不見 因子井 它大概有90公尺深 所以當然在情報戰爭的時候 已經被鐵了一次 可是其實還是有斷深度 那當然後來是被誰掩埋 也不知道 反正隨著時間過去 就被後來被鐵鐵鐵鐵鐵起來這樣子 那右邊是風坑 也是在朋友街旁邊 那個在一個社區旁邊 那現在是深澳電廠 當抽水的水警 好 老師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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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雷的主體是在哪裡? 調和街 調和街 對 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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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看到 去年不是那個 衝下來 那個 沒有地交道的 那個 跨過鐵鐵的那個位置 就在那裡 我這樣跟你講 各位有興趣 可以跟大家講 在那裡 因為 那個是基隆 有通過的歷史建築 那是基隆企業的歷史建築 這種東西 這兩個都有通過 有 有列車的歷史建築 有列車的歷史建築 有過 而且有列車的歷史建築 風根 風根 也在調和街 對 那邊有動 那個社區大樓 這兩個位置大概 150公尺而已 沒有很遠 直線 他應該擺出去 擺進來 大概 掉到差不多 五分鐘 吧 如果各位有興趣 你等一下來公佈坐標 好 反正 這個很難講 這個沒有什麼 爬到山上去 很危險 沒有 他就在路邊 而且這個還是 基隆市政府 有通過的 有列車的 大概是這樣子 當初去整理 跟處理 其實是基隆 跟協慶會 那我們剛好聽到說 他不是從山上 不是放那個 卷梁機下來 再拉下去 其實這個不是 青果井那一盞圖 只是這兩個的時間很接近 就是我 三月去那個大摩田 日本大摩田 日本大摩田 就是北九州的 一個四川國務房 這個是他1870年的時候 他們 一個開採的 呃 他有個坑 也是在半山腰 然後一樣是下到海邊這樣子 描述上 跟我們的地景比較接近 那時候他還畫一個 他的空車怎麼 拉上去 然後重的怎麼放下來 那你看他上面不是一個 橫的那個 那就是他的卷梁機 因為有人在問我說 他那個火車 那個蒸汽機怎麼 推動卷梁機 這邊的那個 那個蒸汽機沒有畫出來 他那個 那個定法紋的樣子 那個 那個就是他的 卷梁機 然後蒸汽機 會用一個平台 跟他連在一起 就驅動它 那大概是這樣子的操作 這是目前我找到 比較接近的 幫我們也可以自己想像 可以自己想像的 跟他們 這個是當時留下來的 我覺得 以 比較接近年代的 呃 工程的繪組來看 這個是比較 有參考的價值 那現在你去看齁 呃 剛剛講青鍋井之後 還想 八尺門到 沈南洞這段路線 這段路線 阿根那裡 阿根那裡 他現在還在 他就是原來的 那個馬托 就是造船廠 他現在玩的應該是 台塔 那為什麼是台塔 原來台京公司的所有的資產 有沒有 他後來不是經營不散嗎 那最大的 債權人就是台電吧 那台電拿走什麼 原來阿根那合資的理論鏈通廠 就是台電原來是 呃 台京可能 練完筒最大的 買家 最大的特務 我要幹嘛做電啊 那可是台京自己缺錢 做那個 呃 投資性的 鏈 鏈通廠 不然他就叫客戶投資 反正都是國有系的嘛 那所以 台京倒了之後 大部分的資產是被台電拿走 所以各位去看13層那個 為什麼都是台電的土地 然後 之外的 沒有被台電拿走的部分 全部都給台糖管理 那為什麼給台糖管理 因為那時候 郭文貴在北部 有最大的資產管理 當然就是台糖 所以就塞給他 所以你現在要去看 呃 他跟阿松燃場那邊 然後就 玩起來嘛 你要去 你如果發工人去啊 合法的 要幫你開門 吃到這個台糖 重新來路 跟 關你辦公室的人 好 那這段路 其實從 八尺門 可以一直走到神蘭洞 我去年的時候 我有分段把它走完 其實都還走得通 那當然有一些 路線 路線 現在已經變了是海盪的校園 是沒辦法直接穿過去 不過基本上 呃 路嘛 很多它也可以走得到 當然有些現在變光路嘛 海邊嗎 對啊 連著海嗎 還是現在的公路 現在的公路 因為當時的 路線已經是 可以 可以 可以開火車對不對 那現在 外面那個海埔其實 又多麼更大 所以現在一定是在路地上 不會是在台裡 有人說 那邊有些路線就跑到海去 我說應該 不太可能 應該是 跑到路地上 比較可能 不會跑到台裡去 對 因為我們往 海裡填了很多很多出去 所以各位這個有去過嗎 你沒去過嗎 我們來帶你去 我們來帶你去 五分爭 右邊這個 就在 阿剛剛 你如果開去呢 你知道停車嗎 停車想開 停車想開 聯運館進去就是這個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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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怎麼回不去 好 左邊這個在哪裡 不知道 這個水庫的地方 蛤 這不是水庫喔 大家看到 你以為這個水庫其實不是喔 水庫 這在海邊 它連著海邊 這個站在圓山子分紅的 出海口的 往西 給它100公尺 圓山子分紅 大概知道嗎 那個很明顯吧 對不對 所以下次如果開 丁萊告路 看到圓山子分紅之前 有沒有 你往左邊看 你會看到那個 藍色水管 因為旁邊就有停車場 你們可以下來看 那 當初蓋塔圖的時候是這樣 大家不以為這水庫 其實 原來蓋塔圖這個是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橋墩 它是五個橋墩 因為跨過海邊嘛 因為那邊陸地已經沒有位置 對不對 那 那 其實它同時又是一條溪的 出海口 所以他們後來把它填起來 然後出海口變了 這個 小小的 小小的寒洞這樣子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拍這個 因為剛好旁邊有那個礁石 是延伸到海中間嗎 然後我們去敞開的時候 就剛好看到 有釣客桶下去 那個路已經 搞得很清楚了 路很動 非常不要動 上面下來 這個很 它那個繩子大家都已經 釣客輪做好 我們就 跟著釣客一直走下去 拍不到馬上 所以這是從海邊照過去 從海邊照過去 從路上這邊看不到 路在哪裡 路在上面 路在水管旁邊 對啊 這個就是路的那個護欄 原來公路 原來公路 反正下次去到原山正分紅 前100公尺 你往左邊看 你會看到那個藍色的水管 就很明顯 然後 然後 那個是原來 橋的橋墩 給他拿來做水管 因為後來公路往裡面開了嘛 所以為什麼底下要做一個很像塑膠的東西 是因為公路轉化的地方 因為原來是一個溪的處海口對不對 那公路要有一個比較大一點路基 所以他只有塑膠的才透一個陸體 所以看人家的水管沒有錯 可是他不是要藍水的 是 那那個 昆虹道的出海口怎麼那麼小 嗯 其實是 這裡出海口大概100公尺 喔 這是分開都不同的 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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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跟你講說 大家也會說是在哪裡嗎 就是你快要到出海口前 100公尺 如果我們從基隆都沒跑這樣過去的話 所以非常非常好找 找不到你就趕快看那個水管 老師你走過非常多時 總共沒看到水管 你下次經過的時候 你會看到水管 你如果看到水管 就對了 這是他 因為開車如果出過基隆 你只看到那個水管 因為很多目的說 為什麼看不到橋 他經過都不會看到橋 我說 我也看不到啊 對啊 我們只是因為看地圖 怎麼知道 我們確定的就是 去看 為什麼跟當初拍出來的圖 為什麼 差很多 那個 橋樑變成水壩 後來發現 原來的橋樑 那個橋柱都還在 只是後來施工的時候 把人家 加了什麼主題上去 好 所以這是兩個可以看得到的 那 那 剛才是有事在問那個 那個位置 是不是 有忘記了 你們是要問哪一個位置 金國鏡 金國鏡 那 一龍金鐵 大概是1910年 就開始 醜汁 然後 11年 就開始 開始 開始開了 然後 一龍金 那 其實這個細節 我覺得 我們也不是歷史 我們也不用記 只是他一定覺得很奇怪的是 為什麼好像 我們前面講的一道 尾道 都在19 19 10 左右 一直到 1925 就蓋一大堆 尤其我們看看 那個 1925年 台灣 來看田圖的時候 除了紅線的肉頭之外 之類的大堆 鐵路都有 就蓋起來 這邊有一個很妙的地方 大家沒有注意一點是 1911成立公司 去申請要蓋鐵路 那什麼時候蓋好 1912就不分通車了 進入超快 為什麼 為什麼說超快 因為 我們要蓋 整條路線是要買鐵軌 那時候台灣能夠升上鐵軌嗎 不行 不行 對不對 啊 有 還是有 哪一個公司覺得說 大家都想要蓋鐵路 所以我就 買進了很多貨 先付出很好 你要就趕快賣 你就可以蓋 現在不是 因為 誰也沒那麼有錢 因為國安訂貨 大概要一年到兩年的時間 才會來 那時候大概 1908的時候 日本的量產能力也不是很大 大部分從英國 或是美國 這幾個公司 比較多 那少量可能會從 從日本 這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1908年是 台灣鐵 鐵道 最重要的一個 李神輩就是 縱萬性鐵路統稱 那縱萬性鐵路還沒有 蓋好之前 其實我們 前面不是有提到 我們台灣的鐵路 是不是 劉維川時代 就是從 青島時代 從 從基隆蓋到新竹 新竹 那新竹一直到 高雄這一段 1895日本來之後 日熱戰爭的對他們關係 其實他們希望在台灣島 可以很迅速的移動軍隊 那一方面也是 但是 連住民鎮壓 也需要移動軍隊 另外最大的壓力 其實是 來自於 日熱戰爭 日熱戰爭 他很快出移動軍隊 所以他就 從 新竹到 高雄 蓋了開車路線 這是一開始的 軍事用途 所以 就像鐵路 沒有辦法直接開到 高雄 可是至少有開車路線 兩天也可以從 新竹 一直移動到 高雄 那個真的比用人用跑 要快很多 好 那1908 中央鐵路線 通車之後 這一些台車路線 全部都拆掉 因為就沒有用了 拆掉之後 他就分給各個州跟郡 政府單位自行保管 自行保管之後 剛好 那時候台灣很多產業的開發 南部 中南部的唐業 北部的礦業 基本上 很多都是直接 有運出去的話 就成立 清典諸事會社 然後 後軍跟 那些州軍政府 建軌道 建 建築通常就是十年以上 有建不見的會有機會還 可是 因為建軌道的關係 你就會發現 公司成立 一年後 軌道就已經通車了 所以軌道根本不是買的 都是建案的 所以這段時間會成長很快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老師 這個軌道的軌跡是多少 大概500左右 哦 就是 不是現在的 不是現在的台鐵嗎 台鐵 我剛才講一下軌跡 現在的捷運也好高鐵 還有世界比較常用的標準軌 大概就是143 OK 那接下來我們會 台鐵的路線 是1067 然後日本的刀鐵 就是 他們叫什麼 刀鐵 他們叫什麼 刀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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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762 都是762 那762 其實從762開始 通通 以下方 又屬中叫做 Nail Gauge 就是窄軌 那 有人說 氣面軌道從762開始 這個分件不是那麼明確 當然也可以 通常氣面軌道會指的是 軌道是比較低 甚至是 不見得有動力機車頭 那 礦業 的 火車就 非常非常的 分歧 它 就不見得有什麼 標準的軌跡 像 譬如說 我們的火車跑的是 49 太陽系統的 大概就是49 比較多 太陽礦業的 運行機原來是 來個礦業在賣出來的 那 可是我們會看到的 它也有人用到610 我們剛剛不是看到 傳給大家看的那個火車賣 那個是610的 瑞山那個 正經火車時代也是610 而 柴油車時代是500 所以 意思是說 做完了 因為要不要跟別人接在一起 也不需要 我是跟 反正我礦業的東西 我運到火車站 我就轉轉嘛 那 台鐵的才是要負責 要貫通全程 所以它軌距一定要標準 可是 對於礦業生產公司 它沒有要運到別的縣市區啊 反正我就是運去給台鐵 台鐵負責幫我 再去轉運出去嘛 所以 詭計其實是 很難講的 不是說 我一定要500 5510等等 很難講 所以 甚至 也有人用760 762來做礦業動圖 也可以 可是為什麼它 我為什麼剛剛提到說 大概500的最多 是因為 呃 我們看到的 有時候 台側鐵是坑外 路線的內褲 可是坑內一定是 500或500以下 因為在礦風裡面 它很多的 產媒像那個 曲力半徑都是非常非常小 所以它可能用太寬的 軌距 不然它轉換不過去 這個就是其中的原因 那你從坑底下拉出來 然後在坑外的部分 它還有一個段路線 直到行列場 基本上它不可能 再換不同的軌距 因為太麻煩了 所以它會 那些 呃 礦車基本上 它的軌距是要 考慮它底下的 地底下的工作面 採煤的時候 它那些 玩玩曲曲的 軌道的 軌距 一直到坑外 一小段距離 它基於說 到了洗煤廠 以後 有沒有 要給 除煤廠要交給台鐵之後 那個其實就被開鐵 就換成台鐵的球箱 那軌距一定就是 開鐵的 所以我們在新旅行 我們自己也有 開鐵的 專用車線 我們就是1067軌距 我們大概有 差不多400到500公尺的廠 沒有特別長 我們有一段 就直接接到 我們三下洗煤廠的 球煤廠的車廠 那個 那個跟清煌的那個 長得就一模一樣 因為都是台陽公司的 空壘部設計的 反正就是 同一個 同一組工作 工程門員設計出來的 好 剛剛 大家不是問金光石 這個大概 這個給大家參考一下 這個 我想這個 應該不是我們今天要講的 重點 看一下 另外一個是 我們剛剛不是 講到天遙的 不是有台車路線嗎 那 這條路線上面 很多坑 現在你看不見 因為我們這邊 很多 收了之後 大概 就改建了 那唯一 這個 看得出來 大河坑 這裡我們很近 猜猜看這在哪裡 內窗嗎 這個在我們 南邊 那個越南路 再走上去一點點而已 離我們大概300公尺 現在變成一個建築工地 現在被包起來 在一個建築工地 現在被包起來 現在被包起來 我們 來學校的時候 不是 越南路嗎 在廣上 只有一點點而已 差不多 差不多300公尺而已 有個 坑 這是 呃 前年我跟 黑熊去拍的 那是我們做 田野調查 那是我們 跟前後 跑去拍的 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是 呃 有瑞 就陸鳥溪那邊 他很妙的是 他其實是 中間這邊是 這到底有沒有 這邊是 五堵車站 這邊 跑到陸鳥溪 其實他 軌道還蠻長的 他還有兩個層差 另外也要同一個 往這邊去 就是 北港基 到峰內 齁 其實 這是另外 不同的礦場 他們其實 通通都送到五堵來 所以他 北岸的 那個 鐵路系統還蠻直扎 這樣總共有十幾公里 兩邊加起來 所以 有瑞那個 早期一開始 也是基隆探礦 當然 站號就不是 站號就有很多個名字 還有七星探礦 那些 早期都是基隆探礦的 不同的 這個是有瑞的一個 現在還可以看到的 那個 跨過他福的 那個很高的 那個水泥橋的 橋墩基座 他剛剛講的 黑熊就是這個 我們那時候帶著 這張圖就是 書裡面 我們不就是帶著 手去啊 所以為什麼今天 特別帶書給人家 我們就帶 修區看每一個 每張照片的位置在哪裡 這是前年的時候跑去的 這個地方大概好像去過 因為他後來不是做什麼 生態公園嗎 就很多人跑到 附近這邊 哇 這邊還蠻涼快的 他剛好 在那個 他左邊有一個產業道路 右邊是產業道路 那在產業道路 那個橋 有一個橋頭旁邊可以走下來 我們那時候 因為我們去那邊 貼掉很多次嘛 那每次撞門之後 就跑去那邊休息 我們就帶別人家 跑來這邊吃 這本書 這本書裡面的場地 你看以前在上面 跑蒸汽火車 你都會 傳到哪裡 有沒有看到這一頁 這是第幾頁 就是那個橋 在某個地方 在某個地方 有一個 可以翻一翻 應該可以找得到 那大概談了一下 就是基友地區 有大概出現的軌道地方 當然不只這樣子 詳細來講 如果說每個礦場 連手指山業要台 的話還更多 大概還再乘2乘3吧 不過我要講的是 台車路線 我們今天為什麼要 台車路線 因為很多路線 現在其實 雖然都拆除了 可是它就變成是 登山的步道的一部分 我們等一下會舉一些例子 或是變成一些 彩岸道路 或是平常在走的路 包括各位今天 我剛剛提到 天嬤河也好 或是面目路也好 每天的散 各位經過路 事實上就是台車路線 他們有一個特徵 他比較平滑 因為他懂的人都在不動 他做的比較平滑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 休閒的路線 其實很適合用台車路線來規劃 有時候甚至我會特意辦這樣的活動 該會舉一些例子 我們在平一線 其實我們辦過很多的 我們叫做 金融合流域的台車之路的 漸行活動 那我們在金融合流域裡面 或是 其實就是在礦區的範圍裡面 其實都有這些特徵 你會有步道 有礦場離職 你會有鐵道 有礦場離河流 或是說其他的 一些情況 其實我們都常用這樣 把它結合在一起 來談不同年代的 經濟活動 不同的 成譽的故事 那這些設計 其實我們在 2021年的時候 我們也去申請過 那個企業贊助 2020年那時候 大雅電力基金會 贊助是簽訂不到 那2021年的時候 我去申請贊助 所以我們是全都 連在一起 兩邊 所以我們用這個 經費去辦很多 活動這樣子 那有些選擇 我們可能今天就不要特別探視 讓大家知道說 那些路線規劃的時候 會考慮這些問題 我們最早的車 不是從基隆開車 是從皮膚線的路線開始做 因為皮膚線的17個礦場 它全部從坑口到火車站 全部都是用改車路線接在一起 所以我們就有很多條路線 這是第一個 我有辦過活動 我們有辦過活動 我們利用這些路線把它串成一個 U字請問 這個它沒有一個緩的 我們後面還有另外一個別的 我們會把它接在一起 軟軟到十分 這一段也都是開車路線 現在二名 從馬拉火車站開始 然後它一直到 因為通常如果大家有去過老廖坑 去大廷工程 它到老廖坑之前 其實會 就是 大家破破 那個叫什麼 滿東橋 滿東橋那個站之前 其實會經過四個礦場 反正那條路線上 你看到路邊有土地風 大概就是一個礦場 每個土地風都有特定的礦場在 呃 就是 呃 叫好的 那一樣的 這個是從 暖暖一直走到 十分 中間就會新平息 新平息 本身也是礦場 所以我們就利用 丹蘭谷道家 呃 台車路線 變成一個登山的步驟 健行的步驟 這個我們在 呃 二零 二一 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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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就開始辦了 這條路線比較開始操作 你這條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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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 十分 你說我走馬上走到十分 通常齁 我用這條路線開導覽 然後 來做吃飯休息 我大概走一天吧 那如果說你整個只是走路來看齁 呃 可以算一下嗎 慢慢走到 呃 暖東橋谷這一段 大概4.7K嘛 還蠻平的 不太上坡嘛 你大概一個多小時可以走完 然後接下來 從那邊上到 丹蘭谷離宮大概一個半小時嘛 從丹蘭谷離宮大概一個半小時嘛 從丹蘭谷離宮走下來大概一個小時嘛 然後再走完一個小時 大概 你如果純粹 不要 不管導覽 只是為了 健行而走 純走路 大概 七個小時應該走得完 七個小時 半小時 七小時 對對對 啊這個就是 純地帶旅遊啊 因為你從頭到尾就不用開車了 你就搭火車來 然後搭火車走啊 這是一種 老師那你導覽這樣 有兩天嗎 一天啦 還是有導覽晚上一天晚上 那 沒有導覽七小時 那你有導覽走多久 我 中間因為你還要吃飯要休息啊 對啊 所以你要走多久 大概多一個小時 大概多一個小時 只多一個小時而已啊 他不是很趕 對 你不可能真的停 停在 廣告裡面太久了 對啊 通常喔 因為這條路是這樣的 因為他經過二年嘛 對不對 我們不會一次 如果你有導覽的時候 你要做比較深度的 比如說你除了礦液還有自然生態的話 我們都切開來走 對啊 你看到那個匯分你都不想 對 所以 如果說你要你導覽 還有生態這些解說等等 那你從馬上火車段開始到 馬上火車你直接坐公車啊 就跳過去啊 就分斷了 不會 反正如果你要很仔細的導覽 你又要走很遠 基本上 你的時間就會走得太 保得太長大了 手不美 我們原則上 你會希望大約活動 六到七場是差不多 你以前的話 你要交通時間回家 這個開場 我覺得大家的接著傳統也很低 好 這是另外一個例子喔 這個歷史挑戰比較大 那時候你的走過從 七五開始 一邊 就是用兩邊的台車路線 加上中間那一段的鎮 那邊的燈山步道 那邊的燈山步道 那邊的燈山在一起 況你曾發現喔 其實走到 它的燈山步道也有 大概滿一隻 七八十的七十救救護員 原來可以開車路線在一起 大概是這樣 點起來 有三個例子 基隆這邊應該 我就想 除了剛剛那個五堵這邊以外 應該我們以後 來找一些 看怎麼圈在一起 這樣子 我們目前走過的是 田南河這一段 那清國井是跟 八十五八頭子這樣 這是一個第一次行動 我們現在來 我們在這走路 大家有空 白天沒事的話 聽說十二號 然後草上跟黑小廟 也要去走八 只能到八頭子 好像是拍這一段 我們剛剛提到 剛才是從 彈車之路 這種燈山進行活動 另外一個 跟礦業這些路線有關 其實我們現在 有花很多時間在推斷 就是礦業文化路徑 文化路徑裡面 它就比較像做 一個觀光旅遊路線的操作 所以它會有所謂的 準迷路線 駅路線 還有鬥成點 就是什麼好點等等 這類的 這是另外一個 跟文資局正在進行的 一個計畫 然後草原華路徑部分 今年有在做導演培訓 明年應該也會在做 所以各位如果有興趣 明年可以 有經過正好像在導演 我說這現在在幹嘛 他說在訓練那個導演培訓 對 因為今年的導得有點複雜 就是因為 從基隆到苗栗 都要參與 所以我們的課程 每一個禮拜的 上個地點 其實都不太一樣 第一房是在這邊 你是在博物館裡面嗎 第二是在新明溪 博物館上 接下來有去青銅 那個 那個 漢場咖啡 然後 哇 好多地方 每個 我們最近跑到苗栗去 苗栗四透山 那個 風景管理處 那個有點小複雜 是 每一次 要出門都要想 今天到底是在哪 到底是在哪 不像我們 我們沒有很清楚 我們金融部到底就是來這邊 除了施埃克以外 那是少數地外以外 上個就是這個 這個 比較清楚 那另外一個 文化路徑 這次六月初 我也去日本 談的時候 日本談的另外一件事 就是 TENTERIDA 就把產業連在一起 那這也是光光 澳巷 因為小村這很多人去光光 小村有運河 他有港 然後 然後 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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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為什麼寫空支啊 他這個很有名的西章 西章就是日本 不是第一個 施工所搞到破產的 就是空支 不過 他們現在其實 那個當然 他會財務破產 跟其他的背景 基本上跟炭鐵塔沒有關係 那目前來講 他們也有不同的團隊 去推動 他原來的 在礦業遺址的 觀光啊等等之類的 然後小村 然後 世蘭 世蘭是他們主要的 煉鋼的 鋼鐵廠 它有兩個 不同的鋼鐵廠公司 都在那邊 這是我六月書 就剛去看過 這些 這個都是經典去看的 經典去日本看的 三月去一趟 六月去一趟 那三月去 比較有趣的是 不是純粹 大部分都看 跟世蘭有關 我有去看 大家知道那個 九州偶來嗎 第一堂 第二堂課的時候 應該盛行或是 明星應該有講過 跟國際的 步道的連結 對不對 那 亞洲步道大會的時候 其實 他最早最早 他們是 幾年是 韓國紀州偶來 他們開始辦 這些步道相關的活動 跟倡議 然後 後來他們也集結 很多的協會 在成立 那個亞洲步道聯盟 就是ATM 所以 去年 我們會辦 亞洲步道大會 也是因為ATM的授權 然後今年 六月去鳥群的時候 ATM也開了 他的 這期的理監事會 所以 倡議步道的 指名長 卓永勳 是這一次 ATM今年度的 常務理事 OK 所以其實台灣站上面 慢慢開始比較常猜 所以 九州偶來 事實上就是 韓國紀州偶來 在 日本的家 所以 日本有幾個地方 有跟 紀州偶來有聯盟 一個是 呃 九州 另外一個是 宮城 另外一個地方是哪 有三個地方 你等一下幫我查一下 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好 那 九州都偶來 有 九條路線 剛才我去的時候 我們的檢面館 田丹山坡很旁邊 那就是 竹豐鄉村 步道 的重點 就是 他搭在田道旁邊 就連著田道走 這樣子 也很不錯 所以日本其實他們 很多設計上 我們剛剛前面提到 步道的設計 如果說 你像我們用 台車制度來看 我們會希望說 你的七點 終點 最好是在 大眾交通工具 可套的地方 的一公里以內 不要說 因為我下車之後 還要弄很遠地方 還是要包車子 才可以去到七頂 或是從 終點出來的時候 我要千千萬苦 才能夠 找到 大眾交通工具 這樣就不是太好的設計 一大好設計 我們就盡量利用 現有的這些設施來操作 這樣子 這樣好 所以我們這次去 三葉區的九州 六月這次我們去參觀 那個是 倉吉 船道 不 這是 就是那個 亞洲步道集 那我去走了 倉吉這段 舊的船道 飛線這樣子 那另外 右邊 右下方 有個西藏鐵道 他也是原來的 鐵道拆掉 他最早就好 變成是 自行車步道 他在1980拆掉之後 到1995 電人智能步道 他維護到2010之後 後來因為他瀉到肉屑太遠 然後維護很太高 後來就被廢棄 他飛進之後 隧道以外的部分 露天部分都變成 登山的 不大 那我們這次去 有去看 可是 一開始他們 不太便利 後來去完之後 他們告訴我 其實有點危險 是 欸 然後最近有一個問題很大 各位有沒有開心 這熊太多 熊還爬到紮黃市區去欸 嚇死人 就熊太多 所以他們最近有在 黑暗道 道體有在考慮說 要不要 因為很多他們有 列強的 那個 居民對不對 然後他們 很多 管制 就是 你可以打的野生動機 是有限制的 那當然熊是在盡力的範圍 那最近有考慮說 要不要濕度的開放 因為他們覺得熊的數量實在是 台國多了 已經 無法無天了 我們在台灣是那時候猴子很嚴重對不對 對 可是猴子會把人 弄 殺害致死嗎 對 有可能啦 都一大選的時候有可能 可是 比例比較強對不對 可是 到目前為止 每一年大概有三到四個人 是實在 熊 那個不是說 我們去打了壓被反過 不知道 就是 在郊區不齒而運 要被控制 就 就掛掉 就沒不清楚 就是 所以那個地方 你看 就變化很大 就是從原來的 鐵道 突然變成 25公里長的自停車步道 到最後自停車道取消之後 就開始 去的越來越少 然後尤其COVID-19這幾年 出門的變少的時候 他很快的 他的值就 長得很高 你知道嗎 所以你這次去的時候 其實有遇到 狐狸 他的狐狸完全不怕 他就 他就有走過來 他就有走過來 你看我看 這樣子 然後有遇到 鹿 那還蠻大隻的 他看到我們 是有點不太高興 但是人物很高興 哥被他看到那個鹿很大隻 你可能會被他 是迷路啊 迷路啊 那很大隻 所以還是拍到半鹿 看到迷路 很遠看到 因為大家都開始檢視 為什麼 狀況性大概差不多爛掉 因為那個體型很大 那個 他那個站起來 不要喊鹿角 他鹿本身大概就跟你 小轎車的高度一樣 加上那個鹿角很大對不對 其實你小轎車還好 很嚇人 那個很大 大概1.5噸吧 1.5噸跟你車子差不多啊 所以 你撞到他那裡 誰出問題 哪怕他每次你 車子 前面就貓下去了 對 對 車輪比較小 所以 他那裡有什麼辦法 所以我們有去西方去看這個 這個 雖然有略啊 可是我覺得也是 不見的要求 我們那時候純粹去的原因 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 他的鐵路一樣 跟拉宇山鐵路一樣 一個 支支型的 折返線 因為那邊很陡嘛 所以他先 近站 然後到處來這樣子 我們特別要去看那個地方 所以那個地方還蠻安全 更後面的 更 更 更偏遠的部分 聽說就是 有人在那邊被搜尋 好 這個就是 為什麼我們去走那個 蒼崎那個步道 我們剛剛有提到 前面我們不是一開始來的時候 我們就有播影片給大家看嗎 每一天的步道行程 總共兩天是步道嘉年華 就是 有 兩天各四條路線讓你選 從青植的五公里開始 接下來成本的十公里 二十到三十公里左右 一天就有四個路線 讓你選擇這樣子 那這個是第二天的路線 最長的那段三十公里 當然不是一路都這麼美好啦 前面還是有的時候 你還是得走 失去那裡開的時候 你還是有遇到那個 很討厭那個 柏洛馬路的路面 那個 太陽一出來 曬得很厲害 所以我們都拉閃出來 直接拉閃出來走路這樣子 那 那 所以剛剛影片裡面可能看 大家沒看到 其中有一個大傘就是我們 喔 很大傘 英字人不太大傘 奇怪 不曉得 你說我們大傘算 他是在開 這人在幹嘛 英字人很熱 所以我們就拿傘 好 這一段其實是 他們路線在1980年的時候 廢棄 廢棄之後 他旁邊的那個竹林 他就沒有整理 他就長得很快 非常非常的高大 高大到一定程度之後 反而在裡面的空間感 就變得不太一樣 一般我們竹子落棉這麼高的時候 其實感覺上就 那個透光透太多的時候 你在裡面照相的光線變化 就不太明顯 反而這個是很奇妙的 竹林高到一定程度之後 他至少1980之後 那個竹林就堆在這邊 這個很神秀 他真的沒有 他們就說沒有整秀他 他就變自然形成 所以被號稱是 日本最漂亮的鐵路 以及的步道 這個在哪裡 昌棄在這邊 昌棄 大家知道昌棄在哪裡嗎 好像講太快了 昌棄在哪 在鳥曲 是底下的 五個 鳥曲線底下五個市的其中一個 所以昌棄大概就是日本 他這個中國地區 我們從東京大概知道的位置 往西跨很大一步就是京都 往西再跨很大一步 就是大概中國的地方 他這個北側就叫山藝 然後 那附近沒有新幹線 因為新幹線在山藝這邊 所以 剛各位提到那個山藝的新幹線 他是比較靠南側的海岸線 這是北側的海岸線 那昌棄是其中一個 那 他其實已經 有一段時間是很沒落 那後來大概 二十幾年開始 動漫開始 他就有很多 有名動漫的作家 除了歷斯拉的附近 所以他附近幾個 縣市有沒有 就用這個來當做主打 所以 鳥曲 有沙修 然後昌棄 大概就是這些動漫 那當然 這些步道會推廣 我特別要舉這個例子 是因為 如果只辦步道節 其實是很能辦起來的 因為各位有沒有看到 那個整個步道節 裡面動員非常非常多 對不對 所以其實他們是 跨行業 做了一系列的活動 他們非常往往導向的 從十月份開始 活動只辦到八月 大概辦了四次場 各種不同的活動 有各種不同的主題 包括剛剛講的 有這些動漫類的 東南這個辦的活動 另外他也有 溫泉街 他有一個巨動 基本上都是溫泉 大概是溫泉類的 他有大概兩到三個不同的活動 所以就是各種不同的活動 那步道節 是其中一個活動 就是六月初的 那 比較特別的是 他是連續好幾天 和在一起的活動 兩天是 六月三號跟四號 兩天是 是步道的建總 他叫信總監 然後前面 六月二號是 事實上是他的 步道大會的論壇 所以其實有開會 有發表論文等等 然後他前面的 六月一號 一到就是 引兵完會 所以你要去現場 來親自辦大活動 來招待大家 所以他是很多活動 疊在一起 這樣子 那 這個路線 從長崎這邊 開始 一直到 終點 然後這個 竹林大概很末端這邊 太久是之後 這個位置 所以下次如果各位要去 我覺得 要去總部 這個真的還蠻值得的 我覺得是 好歹我去好險 我家只活動 我覺得這個還 真的蠻不錯的 對 另外一個 遇到一下 如果各位今年十一月 有興趣可以跟我們去陰尼看 一些遺餐田道 我們18號會先去蘇門達蠟 這個是 礦業的遺餐田道 跟美光博物館 然後過來 四條人 四條人 跑到找蛙 這個是 sugar meal 就是一個 糖廠 和糖業體育 然後 然後 21 21 跑到東邊來 這個是一個森林鐵路 以上全部都是 正計火車 然後 22號 跑回來 找蛙這邊 23 20 這個好像就不是正計火車 這是第三鐵道 可是不是正計火車 老師中間要下課嗎 中間要下課嗎 還是你會一路到9點40 中間要不要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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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看你下課 看你 可以繼續講喔 可以繼續講嗎 然後 不好意思 先開始 當老闆問大家要不要休息一下 還是有機會 快要講完了 可是好像不能提早走 對不對 不好嗎 等一下可以問我問題 留一些時間 但是 剛才有時候要問座標 對不對 要跟大家講一下 等一下還沒有 然後 然後 25號比較 特別是 呃 我們要去那個 巴大維亞博物館 我們剛剛不是講 荷蘭人 不是跑去 呃 大連 好像 叫台南 OK嗎 台南不是在那個 熱燃車城嗎 那邊留吧 那他的 打桌總部就是 在 爪哇 就是在巴大維亞 這裡 就是現在的 爪哇的 新 他其實是 疊在古蹟上 他約莫是爪哇市區的 西北橋 然後 那邊有個 博物館 有講巴大維亞 我們最近正在問 說他們 可不可以幫我們安排去參觀 博物館 我們不是 只是想 因為他博物館 讓我們票一個進去 我們希望 看有沒有研究人 可以給他們討論 但我們知道 現在巴大維亞 之際 已經有 先有熱衛版 後來有中文版 那 原本是放在 呃 放在 荷蘭 可是我覺得 在 現場應該還是 可以有些東西 可以去看 這樣子 畢竟這個是 控制台灣 滿久的 一個 公司的 亞洲總部 有些連接性 這跟我們 前面這個一樣 你看 日本行程 日本行程 我們 第五號為什麼去看這個 前面把政治文 看不懂 這個就是 黑船艦隊來航 一八五三 美國的 軍艦 不是 跑到日本去 要求要 開港嗎 一八五三 開港 當然沒人理他嗎 還在猶豫中 然後他回程的時候 就 來台灣 旁邊周花 還派人上 基隆 調查基隆的 美方資源 OK 然後 一八五四 日本就開了 後面就 明治 微信 明治 微信之後 工業革命 開始他們就去 西歐 又去英國 華國和德國 大量修辱工業技術 那 當然同時 一八五三就導致 河濱 跟 神戶啊 門生的這個地方 呃 河濱的這個地方 就開港 好 那是 一八 五九之後 那 台灣跟這件事情 有什麼關係 台灣等到 一八九五之後 其實台灣的美方新型 跟 日本這些港口的人 都很受到的關係 台灣就 總共復活 應該是 日本軍藩的要求 他們就做了所謂的命令航線 就是在日本這幾個主要港口 跟基督港之間 建立航線 他們出勤的話 一定是賠錢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覺得 有人要開這航線 當然沒有嘛 可是為了他 在整個帝國的統治上面 他還是需要這些 呃 基礎設施 交通基礎設施的建立嘛 所以他們就要求 呃 日本 優惡公司 然後大阪 商船 那這幾個建築 我們在街上可以看到 這兩大公司 就是第一期的 迷你航路主要的實行者 他們就補助錢給他 不管 你賺錢還是賠錢 反正我補助錢給你 就固定每個月 就要開一定的航子 好 所以其實我們這次有 去 呃 神戶跟橫立軍 看他們的 太陽紀念相關的 那個就是 命令航路的主要的 跟基隆港之間 對接的 港口 那 也就是因為 命令航路的開通 他 大家 有非常多的路線 都是用基隆港 當作 美礦的補給港 所以基隆的 美礦需求就很大 所以 接下來就後面的 牧村主辦跟延雲年 他們就決定 在1910年就成立 基隆清田諸師會社 啊 從田寮河 升到坑 一直到三家子 這沿線 他們已經取得 礦泉的這一些 銘礦有沒有 蓋了一條青田鐵路 想辦法把這些銘礦都命出來 運到田寮河 所以我們田寮河 旁邊田寮河這邊 旁邊也不知道 然後接下來運到這邊之後 建樹河河 就用那個小的 舶船 把它運到 我們剛剛不是講嗎 所有的比較大的船 大概就是停在 那個什麼 牛舟港 外面 比較深的南道這邊 從那邊裝上 鋒船 這個就是 基隆這些鋰礦的起源 所以去看這些東西 跟後面這個故事 才會穿得起 這是我們現在努力在做的事情 所以去年跟今年我參加了很多個計劃跟煤礦跟鐵道有關的 去年大概在做 去年跟前做平溪區比較多平溪線 然後 流條路線是這樣子 去年開始做就是 田條河一直到 深奧坤這個 基隆清邊鐵道的路線 今年做的是 青菜營 灌煤 還有 日清的金瓜石線 這個正在進行 就是剛才我們提到的有一些相關的 至於說 馬鈴坑也好 或是有瑞 在一頭這個 去骨區這些 應該是明年會繼續做下去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來努力做基隆區的礦運輸入業 其實還沒有完成 只是一部分而已 所以我們也希望大家有興趣可以來參加 來共享火勝局 或是說 我們不見得一定辦很正式的活動 因為有時候 有些大廠可能 也不見得說像活動那麼順利 但是總要做一些準備 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參加我們 一些相關的 大廠的行動 這樣子 好 不曉得各位有什麼問題 好像很多問題可以問 前面的圖的內容 你們有興趣可以 大家可以來討論 這樣子 老師我已經找過那個 小河街上面的青 青果街 你找不到 找不到 這個可以上網嗎 我們先來直接來講答案 來 那個 那個 公共面核上面 其實都可以長得大 我去找的時候是十幾年前去試騎 那時候還沒有呼吸 都可以 要打什麼 清主嗎 對 清主 對 好嗎 看來 我喜歡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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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柯伯 找柯伯 這隻腳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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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 這邊有 這個帶有接關 其實郭文貴這邊有 郭文貴上面那個叫做接關 這個是竹井 這個就是竹井 然後 通風井 應該 在前面 這邊有看到明月宮 我先講一下 竹井的位置 怎麼進去 這裡比較明月宮 他肚子 因為調了一間被改過 他從底下 繞過來 然後 原則就是繞過來 到這邊就削過去 這邊就是鐵路 大概在這個位置 所以在路邊可以看到 揍火是不是碰緊 這個是竹井 竹井的位置 就是從那個開始 從那個 這個字我不會念 米月 這個 這個 米月 所以這樣會知道 然後沿著這個條街往下走 以前條街是彎來彎去的 有些條街 就是後來六二開的那個 那個引道之後才能拉拉紫 所以剛剛看到經過體那個可能 原來應該在 路邊 跟路應該是一樣起的 我們往下走走走走 走走 走到這邊就是很大的 這個 這個本來是堆落頭可以看到的 沒整個 他被拼起來 走到這邊 這個 這個 這個指向 從這邊走進來 從這邊走進去 土地都不是私人的 第一個 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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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關梅那邊 過了田路往上那邊 它是有一個聚落的人類 上面也有 可是它也有鎖起來 你不要跑 不要跑進去就好 反正 那個沒有越過田路 所以也不會發生危險 如果有危險的不會告訴大家答案 這個至少這個都是很安全的 好 還有什麼地方要問的 剛才講的一個地點 或是 比較奇妙的地方 不知道在哪裡 是 老師 剛剛有聽到說就是 讓大家聽到 嗯 先生老師 你剛剛有聽到說 六分路是有一個 大河 大河 然後比如說現在 人頭圍起來 然後地面是個工地嗎 對對對 你現在 其實你比較往上走 好 右手邊有看那個工地 圍起來 那個 大河 裡面 那電視也有什麼 他股地被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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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股地被開發 他股地被買走 然後大家希望說 最後不能保存 有其他的原因的話 至少把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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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拆起來 那個 那時候就記憶是這樣 當然 最後能不能這樣 時間不知道 還在裡面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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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笨齁 這個 這個 比較早出的這個版本 比較多這本 他後來有連 他在 內展 就是活動內展 拍的對 下去就比較厚 那兩本的售價好像是一樣的 反正 這個出版產業很瘋 他最後一大堆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他是可以找到這些人 那 這些成本 我覺得也會不便宜 以他的售價來看 至少 這個 這個 效率率是比較多 為什麼 你去看 日本同時期出的寫證書 寫證書都比整貴很多 寫證書 價錢大概是兩張 那主要 麻煩你 這問問題的時候 這麥克風大家來聽得看 那主要就是說 這個 台車 這個 它這個是動力的 是動力 有動力火車的 是不是 那是動力火車的 好 那 對這個有動力 對 那這樣它這個軌跡是多 應該是多 六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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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 也不是說 有動力的引進軌跡 就已經比較大 也有一些反例 只是通常 有動力的通常 那規矩會大一些線 比較常見 可是也是絕對的 那這本如果大家有興趣要買的話 談報好像有點困難 因為現在台灣好像 前陣子有進了一堆啊 被人家買完之後 現在又不曉得 要怎麼抽一團這樣子 不過還蠻值得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 我已經超中買了 好像 因為那時候我買這個是剛出的時候 我們是請日本的朋友 幫忙買它 整地寄來 所以其實沒有比較過 不過好像現在看到這種 小片可以買得到 聯運費應該一千多吧 有破一千 其實日本的書店就買得到 其實日本的書店就買得到 蛤 日本的書店就買得到 如果你 有要去日本玩 那你可以書店逛方 可是通常 我們去日本 我們大概都沒有去大都市 所以 因為我記得大概都 不會跑去大都市的書店 所以我現在應該是 在Amazon秋田上面買 然後 它快遞很快 我 最快是 禮拜一晚上下班 禮拜三早上收到 我都不曉得要怎麼弄 我都不曉得要怎麼弄 那我會記得很快 欸 等一下通關啊 位置要通關 那我又講 自己可以順便帶進去 很少 對 我覺得我們之前 常常就請人家 這樣子帶來帶去 大家就會發現 直接 Amazon秋田買 比較滑得 一趟 你去一趟的 時間成本其實都很貴 另外你要特別會去書店 你要做證據 必須在我們這些地方 那些錢 運費都花了多錢啊 對 那我們有機會 還是會去看一下 日本的書店 他們的分類其實做得還蠻好 尤其專業類的 你要看嗎 老師我想問 就是有沒有 好 有沒有基隆礦業相關的書籍 可以提供給我們做參考 對 有沒有推薦書單 好 好 其實我們來後面看就好 後面嗎 基隆社會的庫存很多 報給大家聽 因為我有來看過 韓國 正面 除了 空間 balanced 沒錯 但是 沒有 沒有 ?". 是 沒有 我 不知道在哪 在外面 我先 來 像我們的小黑鼠君說有沒有 鼠君說可以直接 很快的看齁 這本應該是基隆社大 這個是基隆社大說的110年 剛出這本也不說 這個是我們社大 在外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錄文集 很多基根的資料也有 它沒有特別來講 特別多的礦業 這是一個可以看 另外一個就是 基隆礦夜市 林載神行 基隆礦夜市 它就有很多相關的 那一本地很多本 很多也都是超它 雖然它也有去收別人的資料 可是至少覺得只有放夜市 才算是完整的 而且買不到 但是沒有關係 但是沒有關係 呃 國家祖父版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地方石 它有一個系列 不是可以下載電子書嗎 可以現場看的 那個 那個就有 基隆礦夜市 不然去土版也 也找得到 那賣的當然 現在應該是能不到 那二手術也很少 就有放夜市 那 當然由我們來看 我們當然看的 礦業類的 東西很多 可是像一些 比較大的工具樹 看起來就會很紮 比如說 台灣沒礦石啊等等 因為當然 基隆都會也會談很多很多 因為 基隆就是所有的 礦業的開始 所以你是談這些 實現時代的事情 大概都會 從基隆開始這樣子 不過我想那個 就太辛苦了 我們是在 步道區 不是在 礦業區 所以好像 就不要弄弄複雜 那另外一個 我們剛剛講 基隆 經典出租會是 那個 我有寫過論文 是去年的 基隆學研討會 這也是 我們基隆次大 主辦的 裡面 裡面我有一篇 我看一下 第111頁 大家看得到 可以出來 我剛剛講 這邊是 我去年寫的 老師 那個瑞芳國小 後面有 第三部長 對 他的尾端的 一刻是什麼 七刻 對 他寫是一刻 一刻 異象 他 他 後面那裡有舞蹈 接下來有一個 吊橋 吊橋被過 幾個都很 所以 他的對岸是 那是原來的七刻 然後 你現在是 這邊的話 如果一個 對方 一刻 一刻 創作 異象 你看 我只好看到 你看就是一個門的人 對 那是公司的 對 原來是礦場的辦公室 然後一坑的那邊 側面那邊 不是也很大的社區嗎 他那坑頭都在設計那邊 所以 所以 你要跑出去看要 社區官員 同步 他現在的印象 不是像你剛剛講 如果那邊 進不去 進不去 他把花 你把蓋過來 對 所以這裡並不是 他那個還是原來在礦場設施 可是是辦公室 其實 真的我是在那 可是因為 可能在人家的社區裡面 你每次要猜完 你去問你們會講 除非你跟裡面的住戶有關係 不然他為什麼要 要開放你這種情況 沒有 沒有 嗯 礦業結束的時候 你要生理結束的時候 其實都要做 礦局要做風風 都要做風風 都要做風氣 因為不然 有人都不想要跑進去 出什麼狀況 其實沒 還能處理 所以通常是會控制 對 對 對 那你說有沒有例外 當然還是 永遠會有例外 你要知道 是 你要那個 博物園區 開放時間 好 介紹 這個大根問到 西里基博物園區 是每個禮拜三到禮拜天 一夜 我們休息禮拜一跟禮拜等 那一夜時間 就從早上的9點到下午的5點 中午沒有休息 要門票嗎 要門票 好 整個園區很大 從坑口一直到三教洗煤場 目前要收費的部分 只有坑口的部分 我們都把他集中在坑口裡面 那我們中間還有很長的軌道區 大家都變成正安健全的路道一部分 當然路道一部分 其實我們沒有管制大家 可不可以走那一段 另外我們三教洗煤場 現在目前也沒有收票 三教是 主要是停車場 停車場以外的空間 就是比較大型的活動 的展演空間 因為如果不停車底下大概放2000人左右 所以每一年很多比較大的活動 都是在參加半價 所以大概 你說有沒有收費 只能說勿費有收費 你去的時間都泰灣 超過四點半就大概大不了 因為你去 他去要再回來還要收嗎 所以 所以超過四點半就沒辦法 只要耐心 最近是幾個禮去 我忘了 我那次去就正好看到那個 可以回去一般再上課 然後這是第一回 那一次我的目的其實是要去那個 那個 五分站 講他 講他之後的那個 那個火車道 要去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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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經過 對 那我想說那 因為早上 非常不趕快去 走的那個 講他車道回來再坐 結果 走的之後說 太累了 太累了 我們那個地方其實很有趣 今年的 欸 看一下 6月3號是不是自行車日 我們同時辦了兩場自行車活動 一場是從 心靈機 那天是我的基隆感動舉辦的 從心靈機出發 起到半路山 半路山那個停車場結束 那另外一個是 東北九風景辦出辦的 他從動僚起到心靈機結束 所以同一天喔 所以那天好像接一賽一樣 我們就負責了兩 兩餐 我們既是起點 又是重點 只是兩個不同單位 所以兩個不同單位 兩個都跑來搭舞台 我一直勸他們說 你們兩天要不要請回橋 找同一個舞台公司 叫他早點來搭 晚一點來猜就好 對啊 這樣不行啊 因為各自要爆炸 欸 各自要爆炸 這樣活潮好像很困難的邪惡 可以 就是 就是一發展 我們停車場都被搞了兩個舞台 兩個不同的單位 那一個是騎一點 一個是重一點 我們兩個都這樣 很難挑 對啊 可是自行車是只有一天啊 不是兩天 所以沒辦法 那我再請教一下 這本書裡面的這些圖片 它這裡是寫1966年的情況 那事實上說我們台灣的狀況就是這個樣子 對就是這個樣子 我解釋一下喔 這上面的圖 它的日期大概1967到 大概1966最多 因為那時候他們很密集的來拍 然後 你看拍攝者不是一個喔 拍攝者至少有四個人 它沒有四個人的照片 也不是一個而已 那台灣也有其他攝影師拍 比他要晚一點 大概1970年拍的 又比他稍微再晚一點 在1966 這個大概在1980左右 大部分都收掉 所以過了1980 1969之後大概 就慢慢就 越來越少越少 那到1980就 就沒有了 所以其實 這些東西消失也還蠻快的 可是你說離婚真的很遙遠嗎 好像也沒有真的很遙遠 可是你沒刮完就在那裡 沒刮完 現在不能等下去 我還以為你成本沒有 沒刮完 然後還有礦山 我記得我還聽過 海山沒礦的那個 礦山 對 所以你們如果有人住 五堵、七堵附近 我覺得這幾本 這幾本真的很蠻值得的 也並非 不用沖門版 不用沖門版 反正我也不會看 我也不會看 反正有那個 反正有那個 不是 不是 有那個 有那個 有翻譯的版 你直接照上去就有了 你大概都知道是什麼 那應該是沒有 那請問一下 你去日本餐廳怎麼演餐 你沒有人翻譯的時候 我們都直接 他不是在Google Lens嗎 Google Lens 連照 那個菜單 立刻翻成 中文 而且我們還可以找 我們一起去對不對 派人先去 Google Lens 照好 然後就是用愛 傳給我們看 派人翻好了 傳給我們看 反正 不會百分之百知道的 可是百分之八九十應該是OK 至少 我們點餐好像沒有出過問題 至少不會 那個 牛肉變成魚 豬變成羊 不會啦 至少不會出那麼多問題 我有一次點單的點到 要點那個牛肉 出來看了 就點 白了之後 只有一排牛肉 什麼反正 那是不懂啊 那是加點 好像我們應該要出題目 對不對 對 對 你以為習慣什麼樣子 當然要回家寫啦 對 其實我是覺得 就是說 嗯 我們雖然是基隆步道學 我不看前面的紀錄 也大概都是跟我們基隆在地 教育館 可是我也覺得說 今天舞蹈本身也還蠻國際化 尤其這幾年國際教育做很多 那未來我們 有機會跟陳琳舞蹈一起學 去海外參加步道集的機會 尤其日本 從去年到今年 應該也有很多單位來訪 所以我那天聽說 我們今年應該要 先不知道應該出國三次 三次參加步道集 應該至少三次 呃 每個人狀況不一樣 不一樣 對 我就說 不 協會本身 對 協會本身 對 協會本身 會萬團一起出去的 對 然後那個 比較少人的那個 另外可以說 我就說 比如說 然後瞄準我們這次去就要學的人 嗯 那當然不是全部都 見不到 協會本身 大概 去五個人 嗯 另外十五個就是我們其他個人 啊 謝理文化也好 或是學員 都有可能 那 所以我覺得啊 就是 大家可以想一想 就是 你覺得 因為我 我比較喜歡的議題 還是 如何利用鐵道的這些文化遺產 我們鐵道運用之後 不要拆除 然後 它可以做什麼用途 大家來想一想 然後 題目不限 只是在台灣 國外的單位也可以 好 那 順著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不算分享 應該是分享 大家覺得 在台灣 你有看過 鐵道 廢棄鐵道來做什麼用途 變成步道的 除了我們 今天提的這些例子之外 礦業的 以外的 你們有看過什麼樣的例子 太空間漸行步道 漸行步道 那個也不錯 還有一個 非常非常大熱門的 草嶺 草嶺那個好像不是 哦 草嶺最大 也是 對 這個也是 還有一個 R03的明月行 可是你還在開嗎 明月沒有開啊 明月行已經停了 沒有開 明月行已經停了 他 那個 921 低陣之後 他就停了 喔 對 很辛苦 我剛舉的例子就是說 嗯 我不是要問大家是 你知道哪個路線走 而是說 請大家提一下 就是說 你知道的那樣子的路線 你舉其中一個例子 你覺得那樣子的路線 現在變成 現在的狀況 比如說 我們剛剛提的 年月行 你覺得它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這樣子被利用 就 那樣子的路線 這個就是有很多爭議的嘛 嗯 對不對 明月行就是一個非常典型 非常多爭議 而且 其實你過到待會 希望把它關閉 因為出了太多狀況 也死了很多人喔 不是一個喔 死不止一個喔 遊客跌下去的啊 還有什麼樣呢 就掛掉了 已經很多人了 那 可是它其實比較開放 當然這個就是有很多證明跟 反面嘛 那 我想說 各位可以 挑個例子 國內的也好 國外的也好 那 最好不是說 那種成功的 我希望看到剛剛 我說喔 這就很好啊 這就沒什麼好討論 你最好能夠 有一個例子是 比較特別好 也比較特別不好 所以你可以用兩個 不同的角度來看 看待它 大概是這樣子 呃 不見得是 一定有文字保全身份的 它非常 光光導向的 也OK 比如說它從 廢棄的鐵到 變成 某一種類型的 步道的操作 相比我剛剛 煮的幾個例子齁 可以 再切回去嗎 這個 這個 我覺得這個 倉疾 這就是很好 很好的例子 第一個 它把它弄得很安全 另外一個是 它有非常多的 設計聚落 帶到共同的餐 八八蛙 我們當時有 竹林很漂亮的竹林 對不對 那這個路線很整體 也需要維路 另外它還有一個隧道 隧道 它現在是兩邊 用鐵尼巴封起來 有一個小門 然後他們的 在地的導覽球員 每個月固定辦活動 就把門打開 讓它可以進去 它這兩邊都封起來 沒有門打開 就不穿過去 那 像這類的 方式 它是收費的 也就是說 這樣的步道 的參與 它是收費的 它收得非常的虧 它有一個經濟的循環 讓大家可以 持續的 投入 更多的資源 因為維谷也需要 要錄製的費用 這樣子的 情況可以持續下去 所以我覺得它是成功的 那剛剛另外一個 例子是不是看到 右下角 細章填到那個 那個前半段算是成功 它面臨自行證明 可是後來隧道漏水之後 那個就非常太貴 就讓它找它放棄 放棄之後它就放棄 就越來越糟 然後它現在甚至 有好處來危害 你說到最後 大家能夠繼續再使用 那個步道 好像只有領會 我是說 大家可不可以找一個 例子 自己討論一下 它的 優缺點 或是你覺得它正面 在哪裡 負面在哪裡 好 OK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好 那就一樣大家 我們一樣用Google 表單的方式 讓大家填 好 不要寫太長 不用太複雜 限制200字內 200字以內 也不需要浮照片 可是 你的力也要講清楚 你要寫200字 我還不知道那個位置 做標給我們 可以別忘記 可是你至少要寫說 比如台灣的 我們縣制的 某某 鐵塔 比如說 舊山線 想被利用你覺得好不好 或是說 升到我的自行車 步道 這樣使用好不好 那這麵在哪 負面在哪裡 啊 應該出一次 對 OK